洞房花竹叶新郎竟撇下自己刚刚迎娶的妻子 爬到一个男人的床上 逼他玩些恶趣味的游戏 被押于身下的男人名叫花照 他本是一个专注于花卉研究的清冷教授 也曾是意气风发的少年模样 可直到遇见耶固安 那个性格扭曲 风批鬼畜的财阀恶鬼 他的人生便如同恋意外 被他强行圈扬 支配 霸占 总是被逼说出一些他想听的风华 却被冠名为爱 这让花照甚为恶心 此刻 耶固安正贪婪地享受着 在花照身上交织蠕动的乐趣 却被空气中飘荡而来的烧焦气味打热 随着猛烈的爆炸升起 耶固安愣正间 已被花照反复在地 看到花照玉树干挺麻的身躯 眼如高原辟腻的城墙危然一律 竟让耶固安一时未能反应过来 花照 你做了什么 耶固安 你看我培育殷心花 却拿着他们去谋财害你 祸害我的亲友 逼着我跟你一起做 现在还要陪你玩什么洞房花竹的游戏 去死吧你 然而花照的反抗 对耶固安来说 却是莫大的刺激和惊喜 只见他坚定一笑 双腿用力一挽 便将花照暗倒于床上 大昏之夜谋杀亲夫 你就不怕我死了 你那些好朋友都给我陪葬了 可花照知道 只有他这个罪魁或守死 大家才有真正的活物 随即掏出藏在背策里的匕首 向耶固安刺去 奈何指划伤了他的脸 又被他反情靠上手面 我挟着扛于肩上 大踏步地走上楼去 然而花照早已将周围布满了炸饭 信心满满地做好了 与耶固安同归于尽的走 但是他忘了 无所不能的耶固安又准备受困力 伴随着螺旋桨的轰银声 看到耶固安的四人飞机 风势电车而来 花照尝试着最后的挣扎 趁其不被狠狠养住 耶固安的肩膀 随即用手链套住 他的脖子冲破围栏鱼而下 好巧不巧地 又被耶固安抓住了墙边的围栏 可看到花照那准备挣脱的手 面对那句既然爱我 怎么就不愿意跟我一起此事 耶固安慌了 他爱花照 但是相比之下 他更爱自己 而此刻无论是安抚或是威胁 都不能打消花照那颗护死的心 花照不明白 故事里总是演什么邪不压正 什么正义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可是为什么 耶固安这样的恶鬼 却能在人间横行大道的背后 真是不甘心 哼地一声落地 耶固安的哀嚎划破天际 却见一道蓝光 冲入云霄 仔细看 这像不像你在考试中 睡着了被老师发现 你的同桌用生命提醒你的样子 然而随着花照防缓睁开你 竟发现自己居然在高中课堂上 我刚刚不是被虎烧死了吗 难道我是在做梦 可是 为什么会梦到自己在考试 就在花照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时 突然一双大手搭在他的肩上 而背后也感受到了丝丝的凉意 只听班主任阴阳怪气地说道 呦 这才刚开始十分钟就搁这睡觉呢 题都答完了 全年级第一的宝座标 引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班级里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而此刻的花照 只是简单地描了一眼手中的试卷题 便手吃小萝卜刷刷刷刷 在众人惊呆的眼神中 答完了考试 然而就在花照潇洒的交卷 准备离开考场时 却被班主任叫了 喂 给做满半个小时才能出去 却不料花照缓缓顿住 那准备打开教室门的时候 故作阴沉地说道 对了 和老司 最后一道大题又是你出的吧 就在老师不知道 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要事 只见花照一个回头杀 微笑着头 题干出错了 口塞音寺也写成了塞音寺 以后不许这样哦 伴随着老师的怒口 还有那群班同学的再次报响 花照走出了教学楼 阳光下他轻轻地捏了捏自己的小脸 我还活着 回到了最无忧无虑的高中时代 身体轻松 头脑清醒 感受到重生后自由与快乐的花照 风一般地在校园里横着 哈哈哈哈 吼吼吼吼 终于逃出那个地狱 此刻花照不禁掩面而泣 读书的时候 怎么会知道未来会遇到那种兔神 而看到花照流泪的阴心花 却满是焦急地在他周围盘旋 在爱的驱使下 花内的小精灵终于震脱了家 哇哇哇地向花照飞托而来 看是奎灵 花照明白 原来是这个小精灵 带自己重生回到了高中时代 他亲了亲奎灵的小手手 真切地倒着心 可下一秒 他突然意识到既然是重生 也就是说 可以提前把那个姓耶的畜生抓出来 然后杀掉 这突然间的黑话 吓得手里的孩子是花龙狮子 一爱一声躲到后面的草丛 然而身后却传来一个 懦懦怯怯怯的声音 那个学长 可没事吧 只见一个抱着花盆 有灰肤色 长相俊俏的少年 未缩的地狗一片手怕 不介意的话 擦一下吧 被封批财罚囚禁圈养 受尽折磨 却被冠名女爱 不堪忍受的花照选择葬身火海 而正当他因重生到高中时代 逃离了那个恶棍袭击而气势 却见一个怯懦的小学弟 关心的地狗一片手怕 看见眼前的少年 花照一时想不起谁人是谁 而少年却说自己是来报恩的 时间回到一周前 花照正面对着整院的玫瑰花说道 来得小仙花 愿意被我吃掉 就自己吊进来吧 只见小花们哗啦哗啦的速度掉落 争相扑进美人包包 哎呀 够了够了 大家也太热情了 突然扑了一声闷响 吓得花照差点灵魂出窍 回眸一看 地上静躺的一个人 看着从天而降的少年 花照巧声嘟囊 可我也不吃人啊 而当发现少年正巧压坏了老爸 从踩云深山挖回的九天玄机时 瞬间老泪纵横 虽然花照很想修理一下 这个不长眼的少年 可发现少年竟是饿晕的 还是好心地将他拖到树下 拿出了自己秘制的桂花蜜包子 喂给他 而现在 少年买了一盆相同的花 作为对花照的补偿和感谢 还一副天真模样地告诉花照 老板说 过几天开花了就和你的花一样了 可少年不知道的是 这九天玄机极为珍贵 外面根本买不到 花照不禁感慨 这货怕是被花店老板哼了 但是善良的花照并不想让少年失望 他表示自己很喜欢 希望和少年一起种下来 可躲在草丛中的奎林 却是像发现了不得了的事情一样 看着花照种花时 那认真仔细的神情 少年只觉好似听见了 自己的心跳声音 扑通扑通 是心动的感觉 发现少年盯着自己看 花照问道 怎么 我脸上有东西 慌张的少年只好说 有点泥巴 随即便拿手去擦 然而他忘了他的手上 早已沾满了泥巴 看着学长脸上 被自己抹上的拟手印 少年慌张不已 转着圈的想要替学长擦拭干净 却越抹越黑 看着如此激动的小家伙 花照啪的一下 也给他印了个大花蕾 这不就好了 两个三岁半的孩童 互相抹着泥巴又彼此嘲笑着 欢声笑语好不开心 在回往校园的路上 花照介绍自己 我是高二一班的花照 你呢 只见少年可爱一笑 我在高一三班叫耶固安 耶固安三个字 如同三道尖刀 直子花照心窝 愣正间 放学铃声响起 耶固安应要值日 便挥手向学长道提 看着耶固安的背影 花照的脑海里 又浮现出 从生前那段不堪的回忆 这个风批 竟要在课桌上 给花照讲一课 夕阳西下 耶固安带着花照 却扭头走开 我跟你没有回忆 不料却被耶固安 辅助小脸戏谑道 真是薄情啊 学长怎么能 把人家望得这么干净 进入教室 耶固安告诉花照 他专门让人 将花照曾经坐过的桌椅 一一按照过去位置看 我记得有一次 你的座位调到了窗边 你望着窗外 绿植发呆的模样 就像是在跟他们聊天 而你 就是一朵不染 尘埃的小白花 一碰就会散开 花照末地 被耶固安按到座位上 探着那块熟悉的桌面 双眼逐渐空洞起来 这里 曾经坐过一个 像太阳一样灿烂明媚的少年 而当耶固安的眼神 落到那片花照 和别的少年 曾经刻下的食言时 瞬间像喝了几十斤的 陈年老醋 他气恼着一屁屁 坐上书桌 遮住那刺眼的印记 酸溜溜地说道 真过分哪 我们两个的约会 已经想着一个死人 随即便准备给花照上课 而花照却不想弄脏了 心中少年曾做过的点 咬住了耶固安的脖 然而这个疯批却认为 他没咬到颈动脉 他果然是爱我的 随即告诉花照 阴心花的御寿刚开 就已经过瘾 如今贩售许可已经下来 他准备添加到食品中 去迎娶报道 然而阴心花 一切效用阴心而起 它会使善人成圣 恶人成魔 只有清心管御制人 才不会受其影响 花照怒斥耶固安 他研究这花 是用来治病救人的 怎么能用来赚钱 而下一秒 却被耶固安 灌入了阴心花蜜 放心吧 产品不会损害身体 只会扩展你的欲望 但是花儿 你现在怀揣着 怎样的意念呢 只见花照 战红了脸颊 我 我想 杀了你 发明一点 将刀刀里装满了 刀刀锤锤的花照 来到了高一步教学楼 却突然听到鸟兽巾 噗隆着翅膀 飞出林木的声音 顺着声音忘却 却看到耶固安 正被人绑在树上 南海只因 跟耶大耶二家的 贵宾犬同一天生日 就被挂到了树上 显然这只是 他们欺负弱小的理由 渴望着眼前无助的少年 戴着有色眼镜的花照 却迸发出了顶级理解 原来耶固安打小 就这么讨人闲了 而此刻的耶固安 已被绳索勒到喘不过气 他艰难地呼吸着 希望能有人对他伸出援手 可看着围观者的冷漠与嘲笑 却让他放弃了挣扎与抵抗 此番情景 你能联想到 当前热搜榜的哪个事件呢 这时拉着绳索的两个小子 担心再这样下去 会勒死耶固安 可这对红蓝双胞胎却不以为然 想着拿钱摆平就好了 看到耶大耶二 花照的思绪 回到了上一世的那个夏天 课堂外 一个如太阳般灿烂的少年 向花照打听着高三一般在哪 花照熬屋一口包子 这就是啊 然而就是这一夜 花照确定这就是那个 会和他相伴一生的人 但是有一天 他消失了 在花照最难过的时候 耶固安趁虚而入 随着时光流逝 花照已成为 不太好 关心地问道 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 害怕耶子担心的花照 连忙否认 却被身后的小李打断 才不是 花博士为了做实验 这一整月都守在地里 就为了赶上耶爸爸的生日 给爸爸一个惊喜 看着乱认爸爸的小李 花照简直无语 耶固安却是满脸心疼的 感谢和感激 而那时的花照 也是真的在贪恋着耶子的温柔 随着一阵掌声 大家虽然口中赞叹着 两人真是天生一对 神仙倦美 而内心却在 OS耶固安这一种运气真好 能碰到花博士 真是一朵鲜花插在了肥料上 然而走出研究所 花照却看到一对红蓝双胞胎 在欺负一个少年 再定睛一看 那被锁链靠住的少年 竟是他那消失的初恋 蓝若辞 花照上前一把互助若辞 怒斥两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然而两兄弟却坚定一笑 他变成这样 不都拜你所赐吗 消失已久的初恋 被锁的铁链虐待 却被告知失败自己所赐 不明所以的花照怒吼着质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初耶固安慰了跟他在一起 叫一大群员欺负了蓝若辞 还把他的脑子撞坏了 红蓝双胞胎的父亲 看他可怜便好心收养了 然而名为收养 实际却沦为了耶家的玩物 得知真相的花照 犹如五雷轰笛 他不知道那个平日里 温柔典雅的公主 怎会是这般面子 而此时 看到若辞那原本灿烂如炬的 双眸里没有光 但却还记得提醒发快跑 让花照满是心疼 就在花照告诉若辞别急 自己会保护他时 一道光线划过 随之而来的是 砰的一声枪响 花照就这样眼看着 曾经的爱人 在自己的怀里香消玉 只见耶固安将手枪收起 二叔也真是的 派着两小子到我家里 来挑拨离间 花照这么扮傻 所以这都是真的 你很早以前就在算计我了 耶固安毫不避讳地承认 并说这一切都源于他爱花照 然而正扭曲卑鄙的 爱让花照恨得咬牙切齿 谁料这个疯子 禁问花照现在是为何哭泣 是因为老朋友的死亡 还是因为被最爱的人所欺贴 但是都没关系 他会连同花照的愤怒 一直一直爱下去 从此便开始了 圈咬花照的日子 这日 耶家二叔因为耶固安 禁止他们插手 迎新花生意 而召开家族会 怒骂耶固安 不要忘了自己耶种的身份 提醒他要记得 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 耶固安虽然嘴上奉承的 心里却在暗面 最近花儿有点调皮 给教训一下 而当二叔看到花照 回眸那惊为天人的容颜时 瞬间呆住 怎么 二叔喜欢 送给你如何 就当是小直的陪队 二叔红着脸傲娇地说道 呵算你小子懂事 耶固安戏谑地询问着花儿好不好 本想看看花照屈辱的表情 然后向他求救 却不料花照非常爽快地答应 花照认为反正对于耶固安来说 自己就算个被榨干了价值的玩具 跟谁在一起不一样了 随即在耶固安震惊的眼神中 向二叔走去 但就在二叔张开双臂 准备抱得美人堆时 耶固安丢出一把尖刀 直中他的脑心 而两个大孝子 竟笑盈盈地准备接受一场 花照回头看着这否刺的营 却被耶固安一把拉入怀中 走 跟我回屋 回忆结束 画面来到重生后的世界 看着眼前的这三兄弟 花照不禁吐槽 耶家个个都是人才 而此时 他的内心却有了一个新的复仇计划 被封批财罚囚禁 圈养受尽折磨 本打算同归于尽 却白白牺牲了自己 重生后的花照 以为摆脱了那个恶魔 谁料偶然在花田里 救下的那个可爱小学弟 竟是西律的仇敌 然而正当花照 带好工具前往高一教学 准备将那个封批 扼杀于萌芽中时 却看到小爷子 正被那对更为病态 扭曲的红蓝双胞胎 气负凌悟 回想上一世 耶家三兄弟 带给自己的种种痛苦 小爷子的绳索 也骤然松开 千军一发之际 花照上前接住小爷子 你没事吧 看是学长救了自己 小爷子瞬间脸颊飞红 慌张到结结巴巴 与无伦次 心道学长 又又又又来救我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美好的人 明是天神下凡 还是菩萨转世 我和德和能遇到你 哎呀 好丢人啊 被看到了这么狼狈难看的样子 学长还会喜欢我吗 然而花照此刻的想法却是 我要亲手毁灭 你未来会拥有的一切 再狠狠地背叛你 让你尝尽时间 所有的苦难折磨 最后在痛苦和懊悔中死去 想出手 于是 怀揣着不同想法的两个人 达到了意外和谐的画面 半场花照抖动着双臂 能站起来吗 手酸了 小爷子连忙挥舞着双手说道 对对对不起 重到您了 而这和谐的画面 却被一阵不和谐的掌声打断 只见一二一把推开小爷子 爷大拍着手走向花照 没想到花学长不仅貌美如花 还这么心地善良 明晚我家狗仔过生日 有荣幸邀请你来玩吗 可当花照拒绝并斥责他们滚开时 却被双胞胎兄弟夹在中间 爷啊 我们早就想找机会 跟花学长培养一下 同窗有命 正当花照拉下书包链 准备取出笔手时 只听哒哒两声 一块砖头飞过 将两兄弟从花照身边驱逐开来 你们两个离学长原点 行啊 夜不安 你给我们等着 有种晚上别回家 花照明白原来是双胞胎 故意把小爷子的生日 跟狗放到一起 所以才起了冲突 而提到生日 小爷子仗红着脸 想要开口邀请花照 可看着自己 现在又邋遢又难看的样子 心到我这样的人 怎么能请学长陪我过生日 看到小爷子 欲言又止的那样 花照问他怎么了 没没什么 我先回去了 学长再见 而看着地上那块 驱逐恶棍的砖头 花照不禁思索 用这么别搅的方式 就想来保护我吗 夜不安 现在的你还不够锋利 男孩被自己的二叔 鞭打得皮开肉绽 只因二叔那对病 交双胞胎儿子 向他告了黑状 然而 就在二叔转身走出房门 夜大夜二便猛地 摘掉那果在身体上的绷带 呲牙咧嘴地露出本来面目 只见他们一脚 将小爷子踹翻在地 将他装进了一个 偌大的行李箱里 老头也真是的 养这么个玩意儿在家里 还不是演给爷爷看的 两人在巷外盘算着 一旦爷爷不在了 他们就弄死小爷子 之后这爷家 便是他哥俩的天下 而此刻 听着双胞胎兄弟 那刺耳的欢笑声 被束缚在黑暗中的爷子 眼神却越发灵灵 一日 双胞胎的修沟生日宴上 来人无不奉承地 夸赞着观观好可爱 少爷们可真是取名鬼胎 然而红蓝双胞胎 将修沟取名为观观 只不过是为了羞辱小爷子 因为这名字听上去 很像故安故安 角落中 小爷子悄悄 从裤兜里拿出一个药品 恶狠狠地嘟囔着 毒死你们这群垃圾 下地狱去吧 嘻嘻嘻嘻 这时突然有人喊道 花罩学长 少爷们好厉害 竟然连学长都请到 小爷子回头一看 只见花罩身体印花丰衣 手持一束胶艳鲜花 缓缓走来 见花罩果然还是来了 双胞胎很是兴起 好漂亮的花呀 很名贵吧 可花罩却如同一个 隐藏的断子手一样说道 这是我父亲新培育的 淘气魔法师 算不上名贵 只能说是独一无二吧 看着学长 与耶大耶二交谈的身影 小爷子落寞地低下头 因为害怕独到学长 只能选择下次再找机会动手 可就在耶大推脱 这么贵重的礼物 怎么好意思收拾 只见花罩随手拿出一根骨头 来 这是我昨晚吃剩的骨头 送给你们了 尴尬至于貌似 只有修工面露喜色 在双胞胎炸毛的眼神中 花罩穿过人群 喊住小爷子 地上鲜花大声说道 耶固安 生日快乐 接过花束的小爷子 抖动着身体 眼里勤满泪花 他告诉自己忍住 要忍住 千万不能哭出来 而看着小爷子 这般热泪盈眶的激动一样 花罩不禁暗叹 对 就是这样 拿捏住你了 这个男孩竟要下毒 毒死所有人 却因喜欢的学长 前来赴咽 而不得不放弃计划 原本还在艳羡学长 送花给别人 可没想到那花 竟是送给自己的 小爷子开心地问学长 这束淘气魔法师的花语 是什么 花罩却背着手 不作神秘地说 这朵花的花语吗 是淘气小笨蛋的计划漏像 抢过药瓶的花罩 凑到鼻尖秀了秀 一脸惊讶地说道 哟 耗子药啊 打算毒死这家人 主意不错 就是分量不够 顶多集体拉肚 而你 则会遭遇一场 极为悲惨的虐待 没有抓住重点的小爷子 却恍然大悟一般 懂了 加大伎量 真是肤浅 被呵斥的爷子心中一紧 他拳头亲握 一声说道 那么 学长是来阻止我吗 然后 大一里人的厌弃我 可下一秒 却被花罩压到角落 捏起他的小脸说道 既然要搞事 我们不妨把事情再搞蛋 发现学长 占自己的小爷子眼睛一样 好似眼前的学长 全身都散发着炫目的光 他红着脸颊 懦懦地说了一句好 然而此刻的红蓝双胞胎 也在谋划着将两人抓住 还企图当着小爷子的面丸 弄花罩 看到爷子走进书房密室 两兄弟也摩拳擦掌地跟了上去 一步两步 兄弟俩比着手势拿着麻袋 一把套住了小爷子 而一阵乒乓乓乓 蹲蹲蹲蹲蹲后 爷大拢地发现 自己竟给爷二削了满脑袋包 这是咋回事 爷固安那小子呢 在这里哦 只见小爷子和花罩咔哒咔哒 按着手指关键 面露和善微笑 齐声说道 轮到你了 只见红蓝双胞胎头顶 葫芦娃 这回可算是掉坑里 花罩学着他们之前的样子说道 来 醒了就学狗叫 谁学得不像就垫谁 而爷大却突然紧张起来 央求着 你要垫就垫我 别害我弟 爷二爷好似有骨气地说道 有本事 你今天就把我垫死在这 不许欺负我哥 然而花罩却环抱着双手告诉小爷子 都像狗叫一起垫马 随着两兄弟的惨叫声 花罩的思绪再次回到了 重生前的那个世界 上一世耶固安那个恶魔告诉花罩 红蓝双胞胎之间的感情 是他们唯一的珍宝 而只有这样的珍宝 践踏起来才快乐 于是耶固安设计离间两兄弟 终于有一天 耶大挥舞着球杆一下下落在耶二身上 不明白弟弟为什么要背叛自己 而就在他跟耶固安诉说着 现在唯一可信任的只有你时 却被残忍告知 其实耶二从未因为遗产有过任何背叛 恍然大悟的耶大抱着 已经厌弃的弟弟懊恼会 却被耶固安交满了阴心夜 而被阴心夜迷乱了心智的众人轰然而上 最终将两兄弟分时殆尽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这一世电击之下的两兄弟 并没有那么真实对方 而是彼此高喊着 电他电他别电我 发觉自己想多了的花罩满脸嫌弃的说道 这就是两从小被亲爹电傻了的二傻 小椰子请示着 下一步是不是要等二叔回来一起解决掉 谁料花罩却拿出保险柜里的机密账路 阴险说道 我们要用最残忍的方法搏走他的一切 可就在小椰子搓着手手满是兴奋与期待时 只见警察叔叔带着媒体记者前来接管了一切 路上小椰子显然觉得便宜了二叔而略带遗憾 花罩却说有专业人士帮忙 何必我们自己动手 小椰子追问学长 为什么会对密室电影人体极限电影 甚至保险规密码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花罩打着哈哈说碰巧遇到过类似的失败 然而小椰子如今已然没有了容身之处 他思索着 难道要去爷爷那里吗 花罩却突然嚷嚷着 我今晚要吃公保回花子 还有鱼香嫩杜鹃玫瑰红豆糖 要刚采的露水煮的 炒菜用鲜榨的菊花油 花都要自愿被吃掉了 听着学长这挑剔师傅 小椰子愣道 学长是要收留我吗 不然呢 你还有别的地方去吗 可花罩却暗搓搓地想着 去我家给我做牛做马 囚禁起来不许乱跑 就像你以前对我一样 随着一记摸头沙 顿时让小椰子涨红了 了遍中全小迷地地说 好好学长想吃什么我都会做 看着花罩背影 小椰子不知学长 为何要这么帮自己 猛的一个想法蹦出脑海 难道学长也喜欢我 可花罩斜视着这个小可爱 心道 风舞的苦头在后面 然而 与此不同时 在某个空间的某个地方 一个脚踏莲花 手带惊环 身着抑郁服饰的花罩 正在耶固安的身前舞动着 见到如此万种风情的花罩 踩着古典富盘生姿 终于知道耶固安那个偏执狂 为什么要圈养他 此刻 只见花罩心应咸 手应 一平一笑间 如同壁画上的仙子 落入凡尘一般 让耶固安疯狂着迷 然而下一秒 却见花罩画作飞天模样 生生俱俱斥着耶固安 地狱空荡荡 你却在人间 承善扬恶的魔鬼 热衷于践踏世间法阁 将自私的爱情 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 将贪婪的情欲画作困人的求傲 花罩缓缓将双手 移至耶固安的颈尖 称怒道 爱是为挚爱之人 心甘情愿付出生命 你却丢下我一人补火 耶固安邪宁问道 你希望我下来陪你吗 当然啊 不料耶固安 却一把搂住花罩 可惜啊 你只是我思念过度产生的幻觉 如果你真是花 那我肯定就下来 既然是幻觉 就做点幻觉该做的事 只见花罩满脸飞红 顺同地娇称道 那就弄幻我 然而就在耶固安 沉浸于此刻的幸福中时 一个手下推门而入 一人阁下 选举投票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您做好准备 眼看着就要跟花罩打扑克 一网两二都出了 被从幻象中拉回到现实 耶固安很是拴屈这个手下 而半赏见耶固安回眸间的 那某一位身长 手下心慌道 完了完了 我是不是打扰到一员冥想了 然而耶固安却微笑着站起 好 我马上就过去 小白 能麻烦你过来帮我浇一下花吗 手下紧张万分地准备 将阴心花葵带出去浇水 却被耶固安阻止 不用那么麻烦 而就在小白疑惑这里没水浇花时 却被耶固安咔哒一下扭断了脖子 耶固安摘下手套 露出那日为救花罩 跳入国海被烧伤的时候 拿出小刀划开的小白的动漫 随着那喷涌而出的血液渗入花肚 耶固安自顾自地说道 我爱人可调皮了 临走的时候把身体化成了一棚白灰 但他的骨灰里却长出了 这株百年男女的阴心花葵 你说 这是不是暗示 我的小娇花还没有死 他只是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等着我去接他回家呢 然而 在另一个空间 奎林正享受着 银心花葵的胶罐而打着宝格 可下一秒 却因吸收了人血而臭出痛苦面具 挖得一声臭晕过去 醒来看到小椰子 正在为花罩做着爱心晚餐 却被花罩百般挑剔 不许在他的饭里画淘汰 而当花罩撇到越来越肥的奎林 不禁疑惑 这会最近都吃什么了 这个男孩竟在大街上 被一个精灵虎口拖食 夜晚 奎林正巴着烤箱玻璃 对着里面滚动的烤肠狂飙口水 这是一个满面愁容的少年走来 再憋不出大纲 下个月就得吃土了 还得攒下学期的学费 怎么办 少年买了一根烤肠 看着手机中刚刚发来的 还款提醒信息很是苦闷 活着好难啊 穷的就剩下梦想和作业了 可就在他准备吃烤肠时 却咬着寂寞 只听刷了一下 好像有什么东西背过 定竟一看 竟是一个精灵正熬乌熬乌地 吃着自己的烤肠 妖精 幽灵 怪兴生物还是变异怪兽 正愁没有题材的少年灵光一闪 他再次买了两串烤肠 分给奎灵一根 小乖乖 你是什么东西啊 可这小东西巴唧巴唧吃的杠箱 根本没空理会他的问题 难道是不会人类语言 如果写一个苦恼的作家 遇到一个小精灵 于是拿小精灵当素材 会被读者爸爸们说无趣的吧 少年思索间将手中 未吃完的烤肠送入口中 却可把吃完自己那根的奎灵给寄坏 他哇哇压压地 骷隆着双臂向少年飞来 看着眼前张着大嘴 瞪大双瞳的精灵 少年心中一紧 难道他还吃人 而下一秒 只见奎灵周身散发着耀眼光芒 在荧光包裹中四肢逐渐变长 朦胧间一个花样男孩 于星光闪烁中扑倒少年 并稳住了他 哎哎哎 别想多了 其实奎灵只是想要 少年嘴里的烤肠而已了 痛痛痛痛 有你这么巧时的吗 这时却有两个吃瓜群众拿出手机 老王 快看有人 在大街上cosplay搞贴贴 就在他们准备拍照发朋友圈时 少年一把夹起奎灵飞奔而逃 却在不知不觉中 把奎灵带回了自己家 少年弱弱的说道 那个大兄弟 你从哪来呀 赶紧回哪去呗 奎灵认出眼前的少年 就是上一世 被耶固安杀害的花照初恋男若慈 于是便在心中盘分着一个计划 他告诉若慈 我爸爸是大坏蛋 天天欺负我和妈妈 我带妈妈离家出走 现在妈妈又和小爸爸缠上了 不喜欢小爸爸 说爸奎灵还叹了口气 然而 神之理解能力的若慈 竟恼不出一段 家暴爸爸和出轨妈妈的狗血大喜 心到不负责任的父母 竟逼得这么可爱的小妖精 出来跟我抢饭吃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不称职的父母 而正吃完晚饭的花照和小椰子 这时却不约而同地打个团体 上一世被那个偏执耶固安 圈养折磨的花照 这一世终于翻身浓奴把歌唱了 看着眼前这个乖巧听话 端茶倒水的小椰子 花照开启了暗黑模式 洗碗 扫地 拔草 浇花 擦叶子 折腾的椰子是团团转 甚至连作业都让他帮忙洗 谁料小椰子却乐呵呵地接过作业的 真的是舔狗的快乐 我永远不懂啊 看着小椰子忙里忙外 还乐在其中的模样 花照心道 这个笨椰子就会说好好好 然而睡了一觉醒来 正奋笔记书狂写作业的小椰子 拿出一个草物 开心地告诉学长 这是我用后院砸草做的 送你 却不料花照啦啦的大脸说道 你摘我的花送给我 原来这是他爹 从一群彩花贼手上截下来的 即将兵威灭绝的高原鸡蛋花 他好不容易才让他适应了这边的土壤 开了笨花 可椰子这随手一摘 就断了一个物种后 见学长生气了的椰子颤抖了小嘴 一副可怜模样 强忍着眼中的泪水说道 对不起学长 我本来是想让你高兴的 我明天就去自首 看着觉悟如此高的椰子小肯 花照叹了口气 甲姨说道 算了 逗你完的 那就是夺野花而已 这个给你别哭了 客房还在这尸香魔芋 你就睡沙发吧 而此刻小椰子拿着花照给的小饼干 就仿佛会发光你的 哎呀呀呀 这算是奖励吗 小椰子小心翼翼地将饼干包至塑封袋 放到自己的枕边一脸幸福地说道 晚安小甜品 晚安学长 清晨 花照父亲打来电话 第一件事便是问之前带回来的高原鸡蛋花 是否开了花 花照的心搁登一下 心里默默恨道 是因为前几天下雨将花泡坏了根 交谈中 花照猛地响起 现在这个时候 老花还在去找阴心花的路上 上一世老花就是在找阴心花时遭遇不测 这一世一定要及时阻止她 花照告诉老花自己身体越来越好了 不用找阴心花 可老花却说 花儿子你懂什么 现在没事不代表以后没事 要不是那点阴心花葵的花蕊 你还没断奶的时候就能了 但那点花蕊也只能蓄你十几年的命 看着老爸如此执着 花照只能使出杀手锦 告诉老花自己谈恋爱 而不许花照早恋的老爸在电话里面怒吼着 什么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 打到目的的花照挂断电话来到客厅 看见小椰子正哼着歌做着爱心早餐 可下一秒却伸手摸向了椰子的肚 一大早这也太刺激了吧 我还没准备好 感受到花照的手在自己身体上滑辣的响椰子 满脸通红地暗暗思量着学长的下一步动 只见花照抠开他裤子上的破洞 轻声说道 叶不安 你的裤子都乱成这样了 还穿呢 发现自己想多了 小椰子修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结结巴巴地说道 破洞库本来就是这样 然而不在一个频道上的花照 看着这惨到让仇人都觉得可怜的小椰子 不禁转过头苦苦憋笑 还告诉自己忍住忍住高冷门舍不能登 来到超市选购玩日用品后 花照拿起一盒零售价为99元的小妹妹 新到大的那个穿XXXL 这个小的XXL应该差不多了 而小椰子却拿起一盒特价9块9的促销妹妹 告诉花照买这个就行了 你不是对花仙面料过敏吗 怎么会我主要是对贫穷过敏 我是你们讨厌的大椰子 吼吼吼 我只是客串家 听到学长连自己的尺码和花仙过敏都知道 小椰子震惊害羞之余又多了几个疑问 而花照却警告他再问一句话控吧 路上提着两大包日用品的小椰子 正开心地问学长晚上想吃什么 却看到一幕不跟学长看到的场面 他忙完下腰不易说道 学长你携带掉了 而在花照身后却有一群神秘人正挪着人前往角落 看着给自己系携带的小椰子 花照一脸失望 我可真够蠢的 差点又被你骗了 而椰子却一脸无辜地表示听不懂学长在说什么 不料花照却寻声走向角落 只见小椰子慌忙地跟在身后 劝说学长那边是垃圾堆赶紧离开 然而当花照来到垃圾堆前 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群社会青年正对着红蓝双胞胎拳打脚踢 花照吹了个口哨吸引了领头人的注意 谁料那人竟对着小椰子比了个OK的手势 看着满脸冷汗的小椰子 花照缓缓说道 你系携带的时候我就在想 为什么要刻意隐瞒你叫人欺负双胞胎的事 我猜大概是为了继续在我面前塑造一个 受到家族和兄弟迫害的愚笨 天真无辜的受害者形象 人前小可爱 人后大魔王 谁能想到这个乖巧可爱的纯情小椰子切开镜是黑的 被花照拆穿的小椰子终于卸下伪装 不愧是学长啊 将我从里到外了解得这么透彻 我有时候都怀疑你是从未来穿越过来的 小椰子告诉花照之所以要隐瞒自己找人欺负红蓝双胞胎 是因为从一开始和他们兄弟间的争斗就是他挑起了 回想起初到椰家那日 二叔向双胞胎介绍自己 并告诉他们三兄弟要好好相处 红蓝双胞胎对这位家庭新成员很是友好与欢迎 然而第二天小椰子就将双胞胎绑在楼里 扯着绳子喊道 知道我是怎么变成孤儿的吗 来大哥给你们演示一下 此刻小椰子缓缓靠近花照 那熟悉的封屁表情让花照不禁拳头挤握 可小椰子却略带遗憾地说道 原本打算等解决掉他们再和学长好好相处 避免你像别人一样 误会我是一个天生的坏蛋 你可真谦虚 花照心里暗自后悔 大意了都忘了这会有多贵壮观了 然而不知何时一伙黑衣人出现 只见两个光头男突然架起小椰子的色谱 另外两个还拖着被打的懵三乍四的双胞胎 哎等等你们干嘛 你们谁啊 伴随着一句学长救命啊 这车子轰然驶出 而花照看着眼前满满的两大包物品 无字一人在风中乱乱 无奈只好黑着脸亲自退回家 而身后却见奎琳和她的小跟单一闪 原以为能用这小精灵激发点创作灵感 可没想到竟要陪她尝遍所有街边美食 若慈在小本本上一笔笔的记着账 狠狠地纠结着这让她很是肉头的梦想之军 此次他们排队做什么呀 看着那排到七百多号的长长队 若慈毫无感情地说 那是诱补人类的陷阱 没想到小花仙竟熟练地将头埋在她的胸口 扑上着眼睛问道 陷阱好吃吗 若慈只觉得脸好烫 心跳好快 然而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结完账后 若慈不禁无脸长笑 抬三小时的队 就为了一杯草莓波波奶奶 是什么脑残行为 真的没有下注 可此刻奎琳的目光 却在疯狂扫射着眼前的各种鸡美食 此次这个给你吃 给我 拿我买的烤五花 请我吃 您到底是为什么样的感动2020家好妖子 不然 奎琳望着不远处的第二桶半角问道 那是什么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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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空间 耶固安正手捧鹰心花魁来到花罩生前住处 正当他坐在卧室看着眼前的一切发呆时 咔哒一声门开了 上一世的花罩虽然葬身火好 但他的骨灰里却长出了一株百年难遇的鹰心花孔 这也让耶固安怀疑他的花并没有死 而是去了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耶固安捧着鹰心花魁来到花罩生前居住的别墅 想要寻找些许蛛丝马迹来印证自己的想法 谁料正当他坐在卧室的凳子上对着床铺发呆时 忽然听到咔哒一声门响 而与此同时 重生到另外一个空间的花罩正推门回到自己家中 看到茶几上那本桌出来的杂志 花罩立刻警觉起来 他拿起球棒巧声走向卧室 谁在哪 滚出来 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那趴在凳子上吃饱喝足的魁灵 花罩不知奎灵是吃了什么 全身臭烘烘的 还夹杂着一股油炸饰品和肉温 便一把将他扔到洗手吃里冲洗 哇哇哇 禽兽 你想腻死我 你不是我妈 再闹 今晚你自己睡 不敢挑战母上大人权威的奎灵 只好哼击着毕竟 看着眼前的奎灵 花罩心道 当初就是这孩子 带我到这个世界来的 小爷子和双胞胎 估计是被抓回本家了 接下来只要不去管他 走得远远 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跟父亲好好告别 然后安心等待死亡就好 只要不去找花 也果安救 可就在此时 花罩赵感到后背一两 身后末地出现一个人影 抬头一看镜子 竟发现 叶不安正压迫感 失足地盯着自己鬼响 然而回头查看 身后却空无一人 可下一秒 只见叶不安从背后 将花罩进攻于此 南眼喜悦般 自自清晰地说道 花儿 找到你了 花罩看着镜子中的那个恶魔 眼里满是惊悚 方当一拳 击碎了面前的镜子 他颤抖着蜷缩在浴缸旁 大口大口喘得出气 不断地告诉自己冷静冷静 那是幻觉 都是幻觉 他本以为重生以后 这毛病就好 不知为何会突然犯病 而一旁的奎灵 看着那扎满锅里碎片 血污变布的手精荒布 赶紧抱来一捆带 为花罩包扎 看到那被奎灵包扎成花的时候 花罩欣慰地亲了他一下 夸赞到还挺美的 然而 在镜子中看着这一切的叶布安 却疯狂大笑起来 因为他确定 这个会反抗的花罩不是幻觉 而是真正的存在 他瞥了眼那个 躺在血泊中的流浪汉 邪魅说道 流浪汉先生 真是多亏了你帮我浇花 让我找到我的花 随即将眼神定格到 面前的阴心花魁 接下来 就是仔细研究一下 你这只小导弹鬼 咱也不知道 叶布安对阴心花魁做了什么 大半夜的竟让这个小家伙 浑身燥热难难 只见魁灵面色飞红 嘶哈嘶哈喘着粗气 逗大的汗珠鼓鼓而出 身体的难受 让他扑隆着小手 喊着熟睡中的花罩 妈妈 抱抱抱抱 花罩起身安抚着魁灵 然而脑海中却在纠结 是否该去营救小椰子 他知道就算他不插手 现在的小椰子 还是会长成那个德行 挣扎中 他深吸一口气 心倒算了 懒得折腾了 只要不去找阴心花 不管他歪成什么样 都不关我的事 然而思考半晌 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随着啪的一声门响 只听花罩嘻嘻嘻嘻 在门外收拾着行头 而以为妈妈 不管自己的魁灵 可以脚踢飞背 撕着小牙趁怒道 臭妈妈 此刻 椰家大宅外人影团动 一群保镖正在院外寻人 却见一个黑影 趁其不被跳入围墙 仔细一看 竟是花罩竖起 马尾敲迷地 黄顾着椰宅的银器 花罩猜测小椰子 和双胞胎 肯定是被带回这里 于是便伴成园丁模样 抑郁在里面寻找椰子的攻击 可当他进入楼内 看着那幽深灰暗的楼道时 却猛地震住了 一种莫名的窒息感 让他不禁咽了下口水 虽然目前这里是 椰家老椰子的住所 但在以后便成为了 那个圈养他的牢笼 站在走廊镜头 花罩仿佛看见了 曾经的那个自己 随着一阵哒哒哒的跑步声 只见花罩紧踢件外套 便踉呛着 从里面仓房逃出 却一个没站稳 让他一裂血摔倒在墙边 一山下传来的 阵阵屈辱和羞耻感 让他不禁吃吃颤抖 那时的他是多么的想逃 然而 随着背后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一双大手狠狠抓住 花罩的脚踝 任凭他如何反抗挣扎 终究还是被死死 拖入了走廊深处的那个房间 而接下来迎接他的 便是无尽的惩罚 回想这一切的花罩 花罩下意识地用手捂住口 担心自己因恐惧发出声响 而惊动了宅内的人 但不绝间后背 早已被冷汗尽头 谁料突然刷的一个身影闪过 而下一秒花罩的脖子 却被一只手反扣 身后也被力气抵住 只听对方狠狠说道 圆丁叔叔把衣服脱掉 有这么一天 花罩买了颗椰子 走在回家的路上 一个不小心被蛇扮倒 可椰子却啪哒一声 掉进了水里 好巧不巧地砸到了 正在抠脚的傲娇小河仙 是哪个不长眼的乱丢垃圾 然而 看到貌美如花的花罩 一点也不小心眼的河仙问他 阿凡人 你掉的是这颗大椰子 还是这颗小椰子呀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的花罩是我都不要 花罩玩手说道 都不是 可小花仙 K小河仙却说 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两颗椰子都归你 从此三人变过上了 幸福美满鸡犬不宁的生活 而小河仙却脚踩祥云 喝着椰子开心满足地回到家去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卖火柴的小椰子 即使外面寒风瑟瑟入骨 为了生计的他 还是要垮着篮子叫卖 可是一天下来 还是没人买他的火柴 为了提高销量 他自己点燃了一根取脑 可当他点燃了第一根时 却看到了一朵可爱的小花 点燃第二根时 他看到 点燃第三根时 娜妮奇怪的癖好又增加了 咱就想问问 这是正经火柴吗 然而第二天 人们在街角的小巷里 发现了可怜的小椰子 身上盖着被子 旁边还有一堆燃烧后的火柴胆 虽然头上有个大包 但他的唇角却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魔镜魔镜告诉我 谁是世界上最帅气的人 只见魔镜中疏地一下 展现出一个阳光帅气的可爱少女 大椰子一脸得意于满足 是小时候的我呀 我那个时候是挺天真无邪的 然而镜子却说 抱歉 显示错了 我说的是他旁边的这边 只见镜中的小椰子 晃当着小脚撒娇的问向花照 猎人哥哥 咱们去哪儿呀 回我家去 好呀 一瞬间大椰子垮 搭着老脸面露云光 这极度简直就要让他治癖分离了 好家伙 竟连自己的醋都要吃 农夫在路边看到一条 被冻僵的蛇巾 见他那么可怜 便把他塞进了衣服 蛇被农夫温暖的体温给暖起了 于是便扑倒了善良的农夫 优吼报恩时间到 后来农夫重生了 在田里又又又看到了这条蛇 黑活该 大傻才会救 于是便在气脑中 骂骂咧咧地扬长而去 然而 终究还是不忍心 你见过刚见面就让人脱衣服了吗 此刻 花照正站在幽深灰暗的走廊尽头 回想着那曾经的痛苦回忆 然而身后却突然闪现一个人 煞内间 反手扣住了他的脖子 还用力气抵住了他 园丁叔叔 把衣服脱了 哎 别逼我杀你 而当花照摘下口罩 慢悠悠地回头看向劫匪师 这可把孩子吓坏了 小椰子惊慌失措地连忙 将那只戾气揣进兜了 结结巴巴地说道 哎呀呀呀 徐徐徐徐 学长 你怎么在这儿 而花照却不紧不慢地说了句 路过 少废话 跟我走 只见小椰子秒变中 全小弥地乖巧地跟在身后 花照想着必须赶紧离开这个坡地方 顿时加快了过满 可身后的小椰子 却在捂着肚子发抖 他不知学长此番究竟是为何而来 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悄然升起 突然 他停下脚步 开口问道 花学长 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 带你回去 而小椰子却质问道 回哪 这不就是我家 谁料花照一把掀开他的衣服 露出那班国交错的伤痕 家 你家人对你挺好 一晚上就打成这样了 这次是什么 听完吗 可小椰子却一把甩开学长的手 砰的一下用拳头砸向身边的墙壁 路口道 别转移话题 我问的是你为什么带我走 然而花照的那句我看你可怜 就来带你走彻底激怒了小椰 只见他瞪大双眼 眉毛一根根竖起 直直盯着花照咆哮起来 别每次都把我当成傻子敷衍 气得花照抿着嘴唇 不知这小子突然犯了什么 你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还来干嘛 想利用我是椰家人的身份 而此时的花照 已然耐不住性 内心恨不得手撕了这颗椰子 他吃笑着讽刺道 哼哼 有什么好利用呢 真把自己当龙种了 那就只能是你喜欢我了 这突如其来的告白 让小椰子羞红着脸 内心一点喜悦 我就知道 果然是这样 学长就是不善表达 然而花照却皱眉俯额 毁出了痛苦面具 我怎么就怎么就能 就说得出这种垃圾话 而就在这尴尬一刻 更尴尬的是 竟有一个漂亮小姐姐带着一局 不知道围观了多久的 憋笑憋到内伤的黑衣人 出现在面前 强忍着不让自己笑出来的 小姐姐温柔说道 两位谈完了吗 老爷请二位一起用膳 这个老爷子竟要将花照 花照和小椰子引至内堂时 只见一位老者吞云土雾间 拿起花镜带上 缓缓说道 乖孙儿 让爷爷看看 是哪家的娃娃这么调皮 把你带坏了 而眼前这个额下眉角 如龙鼻梁立风 虽然架着一副乌镜边眼镜 却双目炯炯逼湿的老者 正是椰家现任家主 椰不犯 花照看向他 心道就是这个老头 培养出了椰不安那个神经病 而此时小椰子 却快不一致 花照身前互助花照 诚惶诚恐地叫了声音 可在两人双手触碰间 花照却感受到了小椰子的恐惧 放轻松 我的乖孙 我们混黑道的最讲原则了 可看着小椰子那紧张怀疑的表情 爷爷又快笑着说 怎么就不相信爷爷呢 来人 把这个小朋友做成雕塑 放后愿震宅 见爷爷如此讲原则 小椰子连忙阻止 可爷爷却提醒他要警惕 这世上没人会平白无故地对你好 他利用你弄走你二叔 接下来可能就是要对付我这个糟老头 等你没了利用价值 就会把你当垃圾一样抛起 爷爷可不能放任这样的威胁 留在我们身边 被戳穿想法的花照 不禁赞叹着老狐狸 确实有两把刷子 但是此刻的小椰子 那一心只想保护学长的决心 却战胜了他对爷爷的恐惧 你不说学长是特意来救的 臭老头 你要是敢动他 我就杀了你 说罢便挥起拳头 向爷不犯打去 却被爷爷用烟斗猛地赏了个大逼的 这老头的教育理念可真别致 而看着小椰子那痛哭流涕 哭哭哭哭哀求爷爷放过他的药 发照又不禁心疼 老椰子做个交易吧 可爷不犯却觉得花照小小年纪 能拿出什么跟他做交易 然而当花照说出阴心花三个字是 爷不犯却坐不住 他将两人关进一个屋子 便去查探花照的话是否属实 小椰子不知阴心花是什么 便问学长那是对你很重要的东西吗 没你重要 煞时间只见小椰子 又羞红着脸自嗨道 我是学长最重要的人 比那个什么花还重要 而花照却盘算着 到时候只要带着老头逗圈子 不真的去找花便可以了 毕竟那老家伙也活不久 然而当花照打算休息 仔细缓顾这个房间时 却发现 这个恶魔竟拿着冰块 强迫花照把它融化 并威胁他永远不许再逃 奈何花照苦苦求饶 还是没能阻止恶魔的惩罚 花照回想起上一世 就是在这个房间被耶不安疯狂折磨 便一把拽起床单扔掉 这床不干净 我睡窗边 小椰子本想跟花照一起 可看到花照那想要杀人的眼神 只好拢着嘴指着地面 表示自己睡地上就可以 夜晚 毫无睡意的小椰子辗转反侧中 思索着白天爷爷说的话 爷爷说的没错 没人会在意弱者的嘶吼 我必须变得更强烂 干掉爷爷 继承爷家 吞并其他势力 占领世界 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 那样就可以换成我保护学长了 保护他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就这样 小椰子在自己远大的报复中 进入了梦乡 然而 醒来后的小椰子 却发现学长不见了 这是我给你的爱 给你的保护 你要好好接受 小椰子不知是谁在说话 谁料静猛地 看见学长正被靠着双手 艰难且痛苦地 被一个男人吵叫 而男人却抱起花照 一脸泥汗地说道 早点听话 就不用受这么多苦了 突然男人觉察到 另一边的小椰子 四目相对间 小椰子在万分震惊中 羞红了脸颊 学长怎么会 你是 而耶不安 看着小时候的自己 不惊胆看 这可就有点意思了 你想的没错 我就是未来的你 不料小椰子 却恶狼咆哮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废话都说了 我就是你了 哦对哈 可小椰子觉得 对又觉得不对 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 对学长做出这种事 然而耶不安却反问道 怎么不可能 这不就是我们 一直期待的 锄头的花吗 小椰子正愣地 看着眼前的学长 是啊 一直以来 他确实都希望 学长跟他在一起 只看着他 只听他说话 只对他一个人笑 但是他所希望的学长 是那个灿烂向上的阳光少女 而不是面前 这个眼神空重 黯然神伤的求讽 怎么 你在我个面前 就不必伪装了吧 了解自己想法的大椰子 故意开启花罩的事 向小椰子的方向指去 轻轻拍了拍花罩的后背 示意他爬到小椰子那边 而看着眼前 这在平日里 都难以想象 甚至不敢想象的场景 小椰子的脸颊飞红 内心波涛汹勇 但在嘴角 却渐浮起一丝 肩命且又不易察觉的笑容 他缓缓吐出两次 也是 随即便一把 接住了花罩那颤抖着的手 为了寻找花罩 耶固安猛吃鹰新花葵 已进入幻境 谁料在幻境中折磨花罩时 却遇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可他竟将调教花罩的口令 交给了小椰子 只为利用小椰子 来验证花罩 是不是真的躲到了 他的那个空间 回到现实中的耶固安 缓缓放下手中的刑法修正案 扯下一朵花葵 自言自语道 就让那个小笨蛋去试试吧 如果真是我的花 就算只剩下灵魂 我也要把它带回来 然而 在另一个世界 只见大街上竟有一个行走的冰箱 绕到后面一看 原来是奎林搬来打算送给若子的 可看着奎林那块要被薅脱的头顶 一旁的路人甲不禁感慨 挺帅的搬运小哥 可惜掉头发 画面来到耶家大宅 耶不饭已经查清花罩 便是十几年前 那个吃下鹰新花葵被救活的小孩 于是两人达成协议 花罩帮助耶不饭寻找鹰新花 而耶不饭要让小椰子 成为耶家唯一的继承员 可就在两人交谈中 不在一个频道的小椰子 却在脑海中回忆着多晚 那个是梦吗 梦里的我 让我用那个方法调教学长 深爱着学长的他 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和学长贴贴 他在心里盘算着 有机会就试试 就算只是个梦 横竖也不亏 然而 不知这小子在想什么的花罩 却被他笑得毛毛的 这时确定花罩喜欢自己孙子的耶不饭 突然转头问小椰子的心 背着冷不丁的疑问 小椰子只觉自己的心脏砰砰乱跳 爷爷问这个做什么 他们刚刚聊什么了 难道是说订婚的事 好爷爷 我真是没白给你当孙子 而花罩也心里一紧 这老头 该不会 只见爷爷一把搂住花罩 好 那今天爷爷就认下花罩当我的干儿子 不安 爷大 爷二 以后花罩就是你们的第十三个叔叔 快叫十三叔 为欢迎十三叔 小椰子和红蓝双胞胎 带着花罩上街大四烧品质牌 回来路上看到小椰子那全场黑脸的样 两人便又开始卖乖 十三叔你看 大哥一点都不乖 到现在都不肯叫你 却见恼羞成怒的小椰子挥舞着袋子 将两人赶跑 晚饭过后 看到学长愣神的小椰子 担心学长是不是喝多了酒 谁让花罩去说 怎么还叫学长 是不是该改成呼了 见花罩也这般笑话自己 小椰子抹着嘴满怨 你你你怎么也这样 冤枉 我怎么舍得笑话你呢 大侄子 看着花罩那凑近的脸庞 小椰子不禁再次修红了 可下一秒 只见小椰子低下头 眼中道道冷光闪烁 哼你不仁 就别怪大侄子不应了 明明在梦里的时候 那么软弱 他缓缓张开口 说出了那句口令 而此时的花罩 却如同热梦觉醒般惊恐一场 这个恶魔竟拿着花罩的身体做实验 通过一次次的电机 来迫使花罩屈服 以完成他的口令 还将电到不能走路的花罩 靠在轮椅上 然而这以爱为名的囚牢 在外人眼里 却沦为一场空前的笑谈 看那高高在上的花博士 竟然靠着八戒叶固安上位 真是业界的耻辱 学术垃圾 可重生后的花罩万万没想到 那笔诅咒更可怕的口令 竟然从小椰子的口中说出 花儿过来展示给我看 此刻的花罩犹如再次坠入深渊 那种绝望与无力感再次降临 再来一遍 过来展示给我看 过来展示给我看 故随着一声淡喊 花罩再也止不住位里的翻江倒海 他拿的 他跟过来的是他 然而小椰子此刻还不知自己踏入了眉区 学长 你怎么了 别过来 你用原点 滚开 见学长如此激动 小椰子忙说 好好我不过来 却见花罩大口喘得粗气 恐惧地畏缩着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要将他吞噬掉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会说这个口令 好恶心 别过来 别靠近我 看着全身都在发抖的学长 小椰子急忙安抚了 对不起 是我说错话了 学长 你放松一点 没事的 你很安全 然而当花罩抬头 看到小椰子那不似大椰子的眼睛 就仿佛叶不安 在冲着自己名笑 只觉头晕目眩 脸前一飞 哐得一声晕死过去 正巧椰家九爷爷 是为妙手回春的老中医 九爷爷告诉小椰子 是他的话 触发了小十三的PTSD 也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 但问题不大 只要开个方子调理就成 然而小椰子却感觉怪怪的 九爷爷 一定要用中医治疗精神疾病吗 谁料九爷爷 却万分笃定地说 呵 去去一个PTSD吧 当年老朽救活耶稣的时候 你爹还带你爷爷肚子里 小椰子顿感无语 怎么觉得这治病的病情更严重 就这样 九爷爷拄着拐杖去给花罩尖药 独留小椰子看护学长 看着眼前的学长 小椰子翻燃火雾 只见他啪的一下 甩了自己一个耳光 他知道那个梦境是真的 自己是被大椰子利用了 而现在的学长 是在灵魂被那个人 吸附出巨大创伤后逃到这里了 可即便这样 学长还是不计前嫌 对他好为他着想 给他改错的机会 而他却只想着贴贴 小椰子疯狂地扇着自己 这样的我 凭什么说喜欢 又凭什么保护学长 此刻他在心里暗暗发誓 绝对不让自己长成 那个伤害学长的畜生一样 而伤害了学长的人 就算是我自己也不可饶恕 这小子是个男人 狠起来连自己都在 随着一阵脚步声 小椰子来到大椰子家花园 看着眼前这和谐画面 不知道的还真以为 是对恩爱小夫妻呢 见小椰子来了 椰固安的内心很是喜悦 急忙确认 是否已经试过他交的口令 试过了 学长一听到指令 全都照做了 很乖 没有反抗吗 是有些反抗 但是我多说了几次口令 他就顺从了 他总是会对我们心愿 如此 椰固安确定那就是自己的花 谁让小椰子 却一副真心实意模样 故意感谢道 谢谢你送了我这么一份大力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 而大椰子也是一副 温温而养一样 谦虚地说着不客气 帮你就是帮我自己 却在内心OS 以前怎么没发现 小时候的自己 笑起来这么欠仇 而接下来便是 两大影律自己 历爱自己 不飙演技时间 只见小椰子 故作玄虚地问道 但是我不明白 学长为什么会离开 你到我这里来 而大椰子却懊恼地表示 是他的错 在那场火灾意外中 没能保护好花招 那你跟我一样 都是从高中开始 和学长在一起吗 当然 和小椰子却渐渐地说道 真是神奇 有的是对你来说 是很久以前 可对我来说 却是刚发生的 比如不久前 我被双胞胎掉到树上 是学长抱住了 从树上掉下的我 只见大椰子 强颜欢笑地表示了赞同 还有我的生日 学长送了我一束 淘气魔法师 周围的人可羡慕我 呵呵 确实令人难忘 学长还帮我对付双胞胎 搞掉二叔收留我 那天看我裤子破了 还带我去买了新衣服 你都记得吗 然而此刻的大椰子 依然恨得咬牙切齿 但还不得不一脸和善地表示 当然记得 花对我们一直很好 可是她的高中生活 却是另一番进步 一开始是 她不小心压坏了花罩的花 后来趁花罩不在 悄悄赔了她一盆 那个时候的大椰子 一直都在暗中看着花罩 而花罩却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可现在好不容易 采养成熟的花 居然被这个小白吃结了 大椰子反复地告诉自己 不生气 不生气 大人不跟小屁孩一番见识 她谋划着等时机到了 就亲手杀掉这个阻碍 自己和花重逢的自己 到时候就能 却没想到小椰子 突然黑着脸 阴森的质问 可是我该怎么做 才能像你一样 让学长患上严重的PTSD 以至于你的一句话 就让她恐惧到晕倒 说话间 只听哭呲一声 一把花铲直穿大椰子的身体 大一灭自己 这波操作可还行 看到椰固安被刺 小花罩是满脸的惊喜和开心 而在大椰子急于问小椰子 是口令的结果 和刚刚的交谈 也让小椰子明白 他们两人的记忆不同步 根本就是不同平行世界里 完全不同的两个椰固安 我刚进来的时候还在想 是不是只有自我了结 才能让身处未来的你消失 现在看来 杀掉你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谢谢你 把学长带到我这里 小椰子缓缓拔出花铲 接下来我会好好陪伴学长 彻底抹消你给他留下的阴影 随着一声哀嚎 椰固安从幻境中醒来 惊魂未定的他大口大口喘得粗气 让一旁的人很是担心 冷静下来的大椰子 询问着阴心花铲的研究进度 而胖博士却会报说 这珠花铲太诡异了 我安排了十个人分别去观测他的细胞 可他的形态就会跟随人的更换变换 变成每个人最喜欢或最熟悉的形态 与其说是我们在观测他 不如说是他在观测我们 而叶固安却不以为然 要求胖博士加快研究进度 还有及时要他帮忙 博士却一脸不解 一朵发能帮什么忙 只见大椰子面露和善微笑 咬牙切齿道 是晕厥过去的学长醒了 正一位深长地盯着自己 小椰子十分乖巧地叫了声十三叔 发照却硬喝着缓缓将手 辅住小椰子的嘴边 难道学长没有生我的气 我何德何能 遇到这么善良温柔的学长 然而下一秒 只见花照一把抓住小椰子的脖子 眼眸红光 哭斥一下将他压倒在床上 伸手拔出一旁的水果刀 抵住小椰子的胸口质问了 叶固安那句话谁教你呢 我我做梦的时候 梦到了未来的我 他告诉我的 听他这样说 花照确定 上次在镜子里看到的叶固安 看来不是幻觉 真是阴魂不散 花照缓缓将刀刺入小椰子的身体 他本以为重生一次可以改变些什么 但有些东西已然烂在根上无法改变 谁料小椰子紧握住花照的手 告诉花照 如果真想杀了他 并不要再心愿 还要再刺身点 然而花照却说 苦肉鸡对我没用 随即便加足了力气 刺了下去 这样的小椰子竟让人有些心疼 因被学长误会 小椰子解释说 我在梦境里遇到了未来的我 他蛊惑我成为他的帮凶 所以就在刚刚 我杀了他 小椰子祈求花照以后 能把他当成一个独立的人 而不是一个恶人的替身 虽然他不是什么好孩 但见到那个人以后 他确信自己不想长成那股脸 看着晕过去的椰子 花照虽然心软 可嘴上却还是倔强的 那就不要变成那样 你还要做我的包呢 然而 刚给花照煎完药的九爷爷 看到眼前的遗 确实 小朋友 九爷爷 不安销苹果时 不小心把自己扎晕了 你看还能救吗 而九爷爷的内心 确实疑点太多 不知从何问起 却见椰大爷二手吃铁铲 和善说道 算了吧 没救了 直接买了吧 画面来到花照家 最近就在你十三叔家里 好好休养 我这边也要做些准备 等夏末花七到了 我们就出发去找花 而九爷爷爷也嘱咐着小椰子 别吃苹果 别吓蹦了 随着夜不犯一脚油门 修了一下两个爷爷奔驰而起 小椰子看着院子里 开满的鲜花心情大好 而正当小椰子开口叫学长时 却见花照接起电话 低沉着嗓音说道 喂 何老师 找小赵吗 他最近生病了 只听电话那边传来声声怒口 花照 也以为我听不出来是你 你居然在家长备忘里 留自己的号 然而此刻的小椰子 却满脸愁愁 自从我醒来以后 学长都不怎么打理我 学长有部电影说过 只要杀掉平行世界的自己 就会变强 你说我会不会变强 而花照却看着手里的训养手册 不紧不慢地回了一口 这冷淡地让人难过 难受 香菇 然而在跟随花照走上台阶时 不觉间小椰子的胸前 已被血液浸染了一大瓶 只见他痛苦地捂着伤口 浅浅地砸了一下 这低声的嘶吼和颤抖 吸引了花照的鼻 他伸出手 掺住虚弱的小椰子 告诉老师明天便回学校 不会耽误期中考试 可挂断电话后 花照却一副怀疑表情 这家伙 前几天被扎了胸口 我们忍着不吭声 现在稍微扯到脸的叫唤 然而却听到了 来自小椰子的 明谋得逞破的见像 算了 懒得跟这个诡计多端的椰子计较 现在的当务之急 是找奎灵问清楚 原来世界的那个椰固安 谁料打开门的一刻 却让两人惊恐地 这么大双赢 待若目击地处在那里 一动不动 家被偷了是什么体验 看着空空荡荡的屋子 小椰子惊恐地看着花照 学长咱家呢 然而画面一转 懒若慈正背靠着花照家的柜子 为奎灵讲着自己最新创作的小说剧情 很久很久以前 在遥远的修仙大陆 有一个冷酷无情的执法先尊 意外遇到了焦弱苍苍白的魔皇子 并深深地爱上了他 却因此遭到了魔皇的追杀 敢勾引本座的儿子 挠死你 而魔后则试图勾引先尊 这么可爱的男孩子 谁能不喜欢呢 面对所有人的拆散 先尊与魔皇子 能否通过重重考验 有情人终成眷属 请看下一张 然而奎灵却躺在花照家的沙发上 一脸嫌弃地表示 不喜欢这无聊的剧情 若慈从花照家的冰箱里 端出小椰子给花照准备的夜宵 缓缓说道 小妖精 你懂什么 爱情小说都是这样 就是要给主角们设置各种困难 让他们无法在一起 然而奎灵却认为 她设置的苦难不于夫妻 只有打打杀杀 那得意思 可就在若慈OS这个小妖精 说不定连自己说的啥 都没听明白是 奎灵则一副大事模样说道 我觉得应该正习 前世 先尊跟魔后是初恋 半路却被魔皇横刀夺爱 残忍杀害 为了复仇 他决定让仇人的儿子爱上自己 Darling啊 你爹爹欺负人家呀 茵茵茵 放心 明天起 本皇子就跟他断绝关系 这孽子 居然为了你母亲的前男友 跟你爹对着干 哎呀呀呀 毁灭了 杀死魔皇后 魔皇子以为 就能跟仙尊永远在一起 谁料这世魔后却跳出来 其实你是我当年 和仙尊在一起 是怀上的孩子 你俩是亲生父子 不能在一起啊 什么 这是什么扎心剧情 然而若慈却听得津津有味 这也太刺激了 爱恨情仇 双世绝恋 命运的玩弄全都有 只见他巴基亲了小花仙一口 谢谢你 小妖精 不仅给我送吃的用的 还给我送灵感 你就是我的魔菩萨 随即挥挥手告诉奎灵 先去玩吧 自己要去记录 这贡属于两人的旷世神作 然而奎灵却鼓着嘴巴 气恼地挠着自己的脑袋 哼 用完我就甩 渣男 不料却又抓下了两缕头发 奎灵失望地瘫坐在沙发上 嘴里嘟囔着 又开始掉头发了 你到底在拿我的本体做什么呢 父亲 便便形状的爱心早餐 你敢吃吗 一大早 小椰子和花招来到学校 只听校园里 都在讨论小魔皇子 和仙尊的爱恨情仇 而小椰子却安慰学长 别在忧虑家里被偷的事情 随即拿出一份爱心早点 这是我一大早 特意去采集的弥勒竹鹿水 加上刚开的飞侠杜鹃 混合环花蜜做成的小猫子 吃下它一切都会变美好 然而花招却说 为什么你的美好是大变形状 这 这是缅甸黄金吗 我讨厌长虫 然而这时却有两个少年 吹着口哨讥讽的 呦呦呦 这不是叶孤安吗 你来这里干嘛 这里是学校 不是垃圾回收站 看你还像个跟屁虫一样 缠着花学长 他们提醒花招 这小子就是只 鹰沟里的耗子 千万不要跟他一块玩 谁料却被身后一双大手 咚咚咚敲了好几个包 只见红蓝双胞胎掐着两人 正义里面地说道 你们两个 怎么敢这么说我们亲大哥 就在两人那门 双胞胎怎么转变了 还想说些什么事 却被野大打断 闭嘴 野不安是我们家的老大 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大 谁敢对老大不敬 就是跟我们俩作对 随即挥挥手 示意小椰子和花招先走 他们俩的留下收拾 这两没长眼睛的家伙 花招边吃着小椰子 送的美好 边问小椰子觉得 他们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样 不知道 但肯定憋了一肚子坏水 而另一边 红蓝双胞胎 看着两人远去的背影 随即卸去伪装 露出邪命微笑 吼吼吼坏水 当然是有的了 两人计划着 要让小椰子 一败涂地离开学校 然后夺其所爱 让他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玩弄他最爱的花学长 我们要让你在痛苦中 勇坠地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 花招班级的同学们 都关心地责备他 下次再请病假 要知会大家 免得大家担心 而此时的小椰子 却敲咪地蹲在教室后门 偷窥学长 花招感觉总有人 在盯着自己 可是回头却发现并没有人 疑惑的花招 边给同学讲题 边不时地回头看 花招 你在看什么呀 没没什么 而小椰子却已然溜到了窗边 继续满目爱意地看着学长 然而 就在这和谐的瞬间 却突然从走廊里 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打破了原本的记性 这对双胞胎真是一肚子坏水 他们在校园里成立帮派 收保护费殴打同学 还将这一切罪名 扣在小椰子的头上 只为将他赶出校园 霸掌花招 此刻 本是寂静的走廊内 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 花招询问时出了什么事 只见一个带着学生会绣标 手持扣分日记的少年蘑菇头 正在对小椰子发难 成立黑龙社 欺压霸凌同学 你以为你逃到高二这边 我就抓不到你吗 然而小椰子却一脸无辜地表示 没有证据可不能诬陷你 谁料一堂的叶大 竟将一打钱放到小椰子手中 恭敬地说道 大哥 这是俺们今天收的保护货 还有几个不给 已经按您吩咐揍了他们一步 这下好 人正物这么欺货 小椰子真是拴Q了这对好兄弟 而蘑菇头则刷刷刷地扣着分 口中念念有词 根据校规扣分 全校通报 还要把家长叫来 严重的话等着退学吧 别以为是姓叶的 就可以在学校胡作非为 听到这话 奸济得逞的红蓝双胞胎 瞬间引地上升 不 你们不能这样 大哥你放心 弟弟们永远支持你 然而人群外却传来一声 要找家长的话 我是他的十三叔 见是帅帅的花罩 大家顿时来了兴致 丢吼 又到我最爱的花花嘴休工时间了 打起来 打起来 而蘑菇头却恨得牙痒痒 花罩又是你 小椰子回头见是学长来了 立刻拉满特效 只见花罩凑到小椰子耳旁 轻声说道 叶固安 下次要找我直接进来 叶老师躲在后面偷看 小偷亏狂 这话把小椰子撩得是小脸通红 内心窃喜 然而蘑菇头却认为花罩是在诚心找茬 花罩便将叶家爷爷 认自己当干儿子的事告诉他 蘑菇头将花罩要替小椰子出头 便问花罩将如何负责 却没想到花罩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把名字搞错了 我们社团是叫黑龙爱心福利社 每周都去养老院做一工 而这些钱呢 显然是同学们的捐款 如果谁不想捐 现在也可以退回去 花罩告诉蘑菇头 殴打同学是早上双包拍动的时候 跟小椰子没关系 可蘑菇头哪里相信他的话 这就是狡辩 然而花罩却一脸的无所谓继续赌道 我解释 你说是狡辩 那就按照你的标准扣分呗 反正你最擅长的 就是编写乱七八糟的名头来扣分 这个头顶蘑菇头的学生会长有毒吧 管天管地 竟连占离便吃红线差三厘米也要管 还要定个不讲卫生罪扣分 就离不 在审核平言里 貌似每个人都是罪人 看到有人在小卖部买零食 他说张思李三 暴饮暴食罪 扣二十分 看到有人越南绿海棠书籍 他说思想品格不端罪 扣三十分 看到同学下课时间追逐打闹 他说早恋嫌疑犯扣五十分 然而你以为的学生会长威严 不存在的 只见小卖部老板每每见到他都会怒吼 沈和平 你我的店员点 而被举报阅读课外书籍的学生 则拿着扫把刀喊 举报你老子 我跟你拼了 只有那对早恋的两人满是懊恼 我都还没告白呢 谁会喜欢那种帅帅的笨蛋 此刻见花照如此细数自己的罪行 沈和平却说 我这是帮助堕落的同学走上正确道路 反而是你每次都带头搞事 留这种发型和颜色 乖风邪气就是从你这来 然而花照却表示自己的头发是体质问题 并继续带着节奏 既然我们是堕落的人 那为什么考第一的不是你呢 就是你在这嘚瑟什么 万年第二名拿着鸡毛当令箭 你就是极度发花成绩比你好 看着同学们造起反了 沈和平原本凝沉的脸更加灰暗 谁到小爷子竟在角落中捏着嗓子说道 哎呀好怪怪哦 双胞胎明明长得一样 头发颜色怎么不同呢 我们也是为了让大家好区分而已 一二我害怕 没事弟弟也害怕 就这样痛失个性的双胞胎被罚去养老院做一工 而看到管教授送给花照一盆兰花苗时 两人以为花照是为了拿到兰花苗 才将它们弄来做苦力 这是交易 是阴谋 星机学长太偏心了 为什么你总是护着夜不安欺负我们 我们这么可爱 然而花照却拿出两杯草莓汁地给二人 你们要是能装得像他一样乖 我自然也会偏心到你身上 能这是你们的劳动报酬 两人的心有被暖到 但还是口是心非地说 区区一杯草莓汁 也想收买我们才不稀罕 可小椰子却满身醋味的嘟囔 没必要对他俩这么好 却见花照拿出一杯没兑水的草莓汁给他 小椰子瞬间心花怒放 我就知道学长一定不会忘了我 你最偏爱的还是我 而花照却将那怒放的心花扯在手里搓成款 一把扔掉 不喝就到了 别冒特效 烦死 然而此时一个熟悉的声音 隐得花照疏地瞳孔地震正在原地 究竟是什么人让花照如此黯然身上 就在小椰子想用花照给的草莓之时 一个金发阳光少年出现在眼前 你知道经理中学在哪吗 这熟悉的声音让花照顿时正在原地 回眸看着那个曾经的男孩正在询问高二十走美 花照的心冷然一紧 若慈 然若慈怎么会在这 他回想起上一世若慈是在高三时期转学过来 而现在这是怎么回事 花照加快脚步走到若慈身前再次确认 没错 若慈就是那个曾经让他怦然心动的少女 上一世的悲惨结局 让花照不觉间已将兰花苗打扮在地 他不受控制的一把抓住若慈 眼里勤满泪花 他是真的好想再仔细看一看这个一门体 你你头发怎么变短了 若慈虽然不知眼前这个长发少年是谁 但还是有礼貌地回答道 哦这个呀 我刚剪的 我朋友最近脱发严重心情不太好 所以我就把头发剪短了 希望他心情能好点 若慈的脑海中浮现出 奎林因为脱发大哭的话 自己则偷摸地剪去头发 哄骗奎林说 看嘛脱发很正常 不哭不哭了 怎么去吃好吃的 然而听到朋友二字 花照有些试试 在上一世 若慈高二十七因为写小说 被之前的学校开除了 根本没有朋友 况且现在的他应该处于 正在闭关口边 那本框是神作阶段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 有什么地方失控吗 若慈见这个人好奇怪 便问道 你怎么会知道我剪头发了 你认识我 嗯是啊 我怎么知道的呀 若慈心道这人莫不是有什么大部分 便慌忙逃走赶去报道 只留下花照依依不舍 却又无可奈何地 喊出奈酒味的名 若慈 然而这副模样 倒是引起了福尔摩斯耶的语 学长 你认识他 花照白的小椰子一眼 以你的小脑瓜 应该猜出来了吗 只见小椰子缓缓拾起地上的兰花 一字一句地分析道 嗯 他不认识你 可你认识他 你们是在未来认识的 也许他是转到了你的班级 你们是同学 好友 不 这还不够 最坏的情况 你们是恋人 所以未来的我是已经把他杀了吗 小椰子墨地起身 阴沉着脸说 因为一想到刚刚那个推测的可能性 我就已经极度地快发疯了 这突然出现的少年 竟是自己喜欢的学长的前男友 而且自己还在上意识把他杀了 想到这个可能性 小椰子已然极度地快要发疯了 然而花照的神情 也验证了小椰子此刻的想法 你还真敢猜啊 而小椰子却杀世诚恳地告诉学长 自己无法控制内心 一些黑暗的本能冲动 只有待在学长身边才能平静你 他希望学长不要相信他之前说过的话 现在最重要的便是一直监督他 防止他在做错事 可小椰子的真正目的却是 想让学长眼里只有他一个人 将所有的爱和目光都只浇灌到他的身上 谁料花照却看出了他这算计的小心思 虽然俯着他的脸蛋说道 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别让我失望 但是在花照的内心 对于这个在上一世耗光了他所有感情的人 他已经不敢再拿身家性命 去给一个天生坏主的良心发现 如若那样 那他真就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缺了 花照狠狠掐住小椰子的脸 心里默念 夜不安 这次你要是再敢动若词一根毫毛 我就把你皮包了 五灰都扬到太平洋去 小椰子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被花照掐掉了 一边喊疼一边许诺自己一定不会辜负学长 然而这有着八百多个心眼的小椰子 却早已看出了学长的口不对心 他乖巧地捧着手中的兰花苗跟在学长的身后 却在心里暗暗发誓 前世的你会栽在我的手上 这辈子也别想去喜欢其他人 虽然我们都不相信彼此 但这妨碍不了 我们对爱的渴望 画面一转 回到家的小椰子正坐在书桌前奋笔记书 你以为他在用心做功课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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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小脑袋瓜里竟然在考虑 如何才能同学长有一个完美结局 杀死学长的初恋 是调绘弊异的朗路 再走一遍毫无意义 可放任不管 学长说不定又会去亲近那个人 看着花照到处寻找奎灵的宫女 小椰子的脑海里浮现出 若慈那温顺阳光的气质 奴嘴道和学长真是一点都不合适 可是对于怎样才能和学长 打出HC线这个问题 倒真是让他觉得这题超纲啊 上一世的前男友到底有多彩 这集我们来讲讲 前世的花照和若慈的故事 真的是我的一难评 这天花照正在自家的花园里 整理着花草 而若慈却百无聊赖地 督着小嘴嚷嚷着想要出去玩 但花照却说 再过两天金梦谈就要开了 那可是能让人在睡梦中 都惊醒的香味 你不想闻闻 若慈打着哈欠夫眼地 表示一遍花照说 然而下一秒 却突然一副惊喜的表情 你快看 好像已经开了 可就在花照感到不可置信之时 若慈趁他回眸的一瞬间 借机将脸凑了上去 随即咔嚓一声按下了拍照键 哇呀呀呀 花儿 请我拉光天化日的 好羞羞呀 惹得花照小脸红哭哭地 边在后面追着 便称怒着若慈的名字 奈何好景不长 突然有一天 若慈失踪了 看着那张若慈拍下的合影屏保 花照婉拒的耶顾安的告白 对不起 我还想再等等他 若慈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而耶顾安却十分心疼地表示 没关系 我会等你 就算哪天他回来 我也可以等他老死了再向你求爱 花照抬头看着眼前这位儒雅捏子 打句道 你当自己是弗洛伦毕诺阿里萨呢 我可比他手节操多了 见花照眉头逐渐舒展 耶顾安安心道无关系 花儿 时间会磨平你的执念 无论有多少波折 你最终都只属于 然而花照不知道的是 在若慈失踪的这段日子 自己的心也在一点点的被耶顾安占了 花博士 还有那个有钱资本家 小心啊 我们的作业跑出来了 只见耶顾安撒压子狂跑 花儿 救我 这猪会吃人 而花照却告诉他往河边跑 猪不会游泳 可我也不会啊 一个月前出组的千年活前睡脸种子 由66号先生 以6666万的价格拍下 恭喜 叶顾安将睡脸种子递至花照面前 花儿 喜欢这件生日礼物吗 可真的是太破费了 随后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千年睡脸开了花 谁料这赏心悦目的画面之下 竟暗藏了一颗虚伪歹毒的心 寂静的夜晚 一轮血月当空 只见若慈那濒临破碎的手机 缓缓打出了那段 让花照坠入深渊的文字 男友竟被绑去做苦力 还识愿一次 就在花照苦苦等待失踪的若慈归来时 突然在某一天收到了若慈的短讯 而这条短讯也让花照坠入失恋深渊 赵 抱歉 离开这么久才来道别 我很爱你 可比起爱情 我有更多想要追求的东西 但一想到你的挽留 我就会忍不住留下 所以才选择了不告 现在我终于找到了另一半 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虽然有点卑鄙 还是想得到你的祝福 永远爱你的若慈 叶顾安来到花照住处 见到一地的酒瓶子 只听花照边打着格 边带着哭腔反复强调 格 他可以早点跟我说的 我又不是那种苦奖难缠的人 谁还没干 格 梦想了 就把我像个粪堆一样 丢在这里发酵 我还像个傻子一样 还天天等他回来 见叶顾安来了 花照一脸的不耐着 你可真会挑时间了 没看到我在忙吗 可叶顾安却说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所以顺便去酒店 给你订了份小花高当借宝子 不料花照却像个孩子一样 猛地扎入叶顾安的怀疑 叶顾安感受到 花照那深埋的脸颊 也有大颗泪珠滚下 他要结婚了 对象格不是我 叶顾安轻轻试去 花照的泪水 温柔地劝导 没事 你还有我 为了你 我可以做任何事 花照看出了 叶顾安的趁虚而入 不禁抵荡 叶顾安太狡猾了 然而他的心却在逐步沦陷 他一直以为 等到答案的这天 他会难过地想死 可却在不知不觉间 叶顾安好像已经 偷偷地潜入了他的心思 但是花照万万 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切的一切 竟都是叶顾安 一首导演的好戏 那轮血液之下 叶顾安拿着 若慈那被砸到破碎的手机 发出了那条短讯 随后咔大一声 将手机掰断 连带着若慈的爱意气 扔进海里 而此刻将花照 抱在自己怀中的叶顾安 在内心中 吹起了胜利的浩姐 他觉得应该找个人 分享一下现在的喜悦 呦 上头发消息了 要给这个废物看 只见一个逼色的空间内 若慈已被折磨得不成样 那十元一次的标牌 更是让人觉得心疼 手下的人 缓缓将叶顾安与花照的 合影递到了若慈的眼前 而看着花照 在叶子怀中的安稳的颜养 若慈觉得现在的自己 已经配不上他的那五花 就这样 随着眼泪的流下 若慈眼中的光 也在慢慢消散 这个疯癖竟拿着 花照的人偶独自幻想 今天想当小仙男 还是专属男佣啊 啊 都想试试啊 站在一旁的人 看着叶顾安这个疯样子 不禁吐槽 幸好花照是被烧死的 否则我很难想象 你会对他的尸体做什么 谁料叶顾安 却用赋予模仿花照的语气说道 我还没死 只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然而来者却快步走上前来 抱歉 没人跟我说你已经疯了 叶顾安表示自己没疯 只是跟他的世界观不一样 现在 我可以恩赐你一个了解我的技术 你愿意为了信仰 献祭自己的肉体吗 沈和花 只见一位女装大佬万分妖娆的 贴近叶顾安的脸 缓缓收到乐意至极 抖上笔 而当沈和花那凑上来的脸快要贴近时 叶顾安不禁捂住人偶花照的眼睛 满脸透露着不屑 画面一转 在外面浪够了的奎林正眠眠地唱歌 准备从窗户悄悄飞进屋里 却突然看到花照正满脸和善地坐在窗边 这么开心 跑哪玩去了 守了好几天 终于知道回来了 花照掐着被抓包的奎林走向浴室 而听到动静的小椰子满脸迷糊 学长 是抓到了什么东西吗 没什么 可小椰子却总感觉花照像是抱着什么东西 花照打开浴缸的水龙头 坐在浴缸上吃则奎林 你在外面的时候是不是险型了 偷吃别人家多少东西 长这么壮 万一险型被人抓了怎么办 忘了以前那些教训了吗 然而奎林却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大冤种母亲 妈妈 你凶我呜 果然撒娇奎林最好命 花照顿时心软 卓悔悟道 是我太烦躁了 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 我以为重生后什么事都能轻松改平 可我总是心软 处理不好这一堆问题 外面那个笨椰子不听话 若此不知道为什么提前转学了 好像还有了新朋友 家里的东西也被不知道什么人偷了 最麻烦的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人 好像已经发现我们了 可奎林却哭到花照怀中 嚷嚷着抱抱 啪啪 见这个妈宝花这副模样 花照心道看来 奎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随即将她搂在怀中 欣慰说道 但不管发生什么 至少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你不会背叛我 我的小花灵 然而这突如其来的信任 却让奎林心虚不已 可下一秒却被花照举起 每次回来都臭哄哄的 来吧 洗澡澡了 这个风体费尽心思让时空重叠 竟为偷窥花照洗澡 话说耶固安抱着 因新花魁来到花照布局 一进门便让黄毛守在外面 自己则嚷嚷着要去洗澡 黄毛一脸不紧 你大老远撬掉眼角 就是为了洗个澡 你不是说今天是个重要的 黄道吉日吗 可耶固安却心花怒放地表示肯定 对啊 今天是花洗澡的好日子 这样的吉日一周只有三次哦 然而不明所以的黄毛 却认为耶固安是将自己当猴手 他此刻还不知道 沈和花那个狂热幸福 已然陷进了自己的身体 随着花拉拉的注水声 耶固安将因新花魁 置于水龙头之上 突然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只见耶固安和花照所在的 两个时空再次重变 花几天不见 有没有想我来 看到突然出现的耶固安 花照瞳孔紧缩 双手也在不知不觉间握紧 但这一次 花照也参透出了 时空重叠的奥秘 原来是这样 奎灵虽然带我来到这里 花魁本体却落到了 这个畜生手上 当本体和灵体处在一个位置 就能让平行世界有链接 看着怀中熟睡的奎灵 花照终于明白 他总是往外跑 是为了防止耶固安找到自己 真是委屈这个孩子了 然而这次 花照不在位置 他末地抬头 看向大椰子 一脸玩味地说道 找我很久了 憋不安 而就在大椰子 满目惊喜于花照 竟如此聊人时 却不料小椰子 在门外回应道 学长 你在叫我吗 嗯 进来 随即花照起身 快笑着拉下窗里 这可把大椰子急坏了 他慌忙拍打着 想要阻止花照 奈何终究被一脸屏障 扣了 小椰子探出脑袋 假意无脸 询问学长 是否要帮忙拿东西 可花照却扭过身子 过来给我搓背 这突然的恩赐 让小椰子小脸通红 害羞起来 这是要考验我剩下的人性 还是另外一种新的折磨方式 小椰子狂吞着哈喇子 缓缓将双手伸向花照 那光滑淒透的后背 可就在小椰子 触碰到的一瞬间 花照却应急反应 一般冷汗直流 依旧感到极大的故事 但为了克服障碍 也气气大椰子 他还是慢慢闭上了双脸 学长 这个力度够吗 花照抬眼瞟的那被 隔在连杖外的大椰子 缓缓吐出两字 清理 听着小椰子卖力地 为花照搓背 大椰子也然怒不可乐 咬牙切齿 面目也愈发猙獰 对我的背那是我的背 小兔崽子 你怎么敢碰我的东西 气死我了 这个风皮静打着爱的名义 将花照的后背 印满了花朵葡萄 只见他将花照 五发大绑在躺椅之上 迅速地扭动着刺青笔 满是醋意地 说着这世上最丰魔的语言 然而我真的是 伴随着笔尖的嗡嗡转动 可怜的花照眼神 空洞地死盯着地面 那阵阵的刺痛 让他不禁咬紧的牙关 画面一转 刚刚睡醒的奎林 突然发现了小椰子的一样 只见正在为花照搓背的 他直勾勾地盯着花照的脸 而脑海里却迸发出了 一种不同寻常 且非常危险的想法 他发现学长的背 只有薄薄的一片皮肤 就像白纸一样干净 他突然好想在上面 留下点魔术 好想用最残烈的手段 把学长变成 只属于他一个人的学长 此时的他脑瓜子里 不断闪现出一个声音 这是我的学长 我的花照 看透小椰子想法的奎林 在一旁恨不得给他两个大逼抖 然而就在小椰子伸出双手 准备掐住花照的脖梗时 花照突然起身 看着那挡住大椰子的窗帘说道 那个小心炎子 差不多该气绝过去了 随即一脸严肃地训斥小椰子 夜不安 一会儿去抄五十遍 思想品德课本 清理一下你的脑 抄不完不许睡觉 见花照惩罚小椰子 奎林不禁开心地伴着回忆 而小椰子却在纳闷 难道学长发现我在想什么了 可咱就说小椰子里面 鼻血都惯人于浴缸了 还能不被发现吗 奈何水被弄脏了 花照不满 哭闹着又要重洗一遍 然而另一边黄毛刚打着火 准备来口罚 只听棒的一声 一只脚踹开了浴室门 未等黄毛反应 就看到大椰子勾搂着老妖 双目无神地凝瞒着 那是我的腿 我的呗 我的花 我的花 是我的花 黄毛一脸问号 怎么了 洗个澡还能洗一磨 洗一瓶了 谁料约住安瞬间 如同黑山老妖一般 争吟着惨笑道 哈哈哈哈哈哈 花儿当着我的面 跟别的我在一起了 她真的好爱我 哈哈哈哈哈哈 然而面对这大型真相分裂现场 黄毛不禁疯狂苦涂 就你这样 哪个人敢爱你 这两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正在讨论谁才是真正的公 就在大椰子再次寻得花照之时 奎灵坐不住了 她不想让妈妈伤心 便再次显形想为花照做点什么 可刚到若慈家里 就被一把拉去电脑旁 只听若慈焦急地说道 你可算回来了 快点 我的小说人气停滞 编辑建议我下一张写的劲道译 就是那种还差一丢丢就不能过审 但是勉强还可以过审的程度 若慈告诉奎灵 她按照编辑的要求写 可却被编辑批评写得僵硬且直白 这让小花灵不禁好奇 你怎么写的 只听若慈娓娓道来 执法仙尊云东魔皇子 魔皇子面带娇羞脸色潮红 主动献上了自己的贴贴 确实太直白了 缺少点让人心动的感觉 随即奎灵变一本正经的现场试教 许是被大椰子带坏了 只见她缓缓搂住若慈 会声会色地描述道 魔皇子从身后还住仙尊的细腰 撅起那大厚嘴唇子 对着仙尊耳朵疯狂吹起 后面的小鱼也怕不过沈 就不描述了吼吼吼 然而面对奎灵的秘制教训 若慈只觉心脏砰砰加速 眼颊凹发烫 这这这这妖精也太会了吧 等等 她真的是妖精吗 这么会吸引人 该不会是个来自地狱的魅魔什么的 难怪一直不肯说自己的真实身份 然而就在被扑倒的一瞬间 若慈告诉奎灵 听 别 不用这么洗 谁料却被奎灵理解成了欲句环迎 奎灵兴奋地说 对 这种无力反抗的设定也不错 很多人都会喜欢她 仙尊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 对未知感到恐惧 但内心深处却有一丝期待 若慈忙捂住奎灵的嘴 萧羞地反驳道 才没有 随即又反应过来 忙改口道 不对 你别擅自乱加内容啊 若慈心想我可不能沦陷在一个魅魔手上 奈何奎灵并没有停下的意思 撩得小若慈挣扎着狂叫 呜呜你住手 我知道怎么写了 不用继续演示了 而下一秒却被这朵小韭菜花狂抓养养肉 终于消停一会的奎灵 边吃着棒棒糖边吐槽 若慈这里没有道具 不能将大爷子对付花招的那套演示出来 然而却被若慈再次堵住了堵 可千万别再说了 再说可就过省不了了呀 谁料奎灵却再次正经起来 那你的事情解决了 现在该跟你说我的事了 这儿子能处 人家千里送额毛 他却千里送男友 回灵言传身教的帮助若慈解决完创作灵档后 一本正经地告诉若慈 其实我来自另外一个世界 是朵阴心花花魁的灵体 百年难得一遇哦 我可超珍贵的 却见若慈一脸敷衍的职业捧场道 哇好珍贵 我来是要告诉你 其实你在另外一个世界 有一位命中注定的恋人 连本漫不经心的若慈听到还有这种好事 顿时两眼放光的感慨 前世恋人 梦想照进现实了 然而随着哒哒哒一阵跑步声 上学迟到的花赵和小椰子又被沈和平抓包 只听一个声音在怒吼 花赵 你们有彩点 还有 不许在校门口边跑边吃东西 可花赵却是大手一挥 表示下次一定遵守校规 谁料角落处 奎林正指着两人告诉若慈 看到了吗 就是那个像花一样甜美的人 若慈比了个手势 便准备前去结识这位前世恋人 小花先看着若慈的背影 安安心道 早点把这件事调整 这样妈妈和慈慈都能获得幸福了吧 而另一边 花赵正在安排小椰子放学后 去花园里修剪香水 并提醒他这个花拳猪剧毒 还咬人 记得穿房不服 可花赵心里想的确实 今天就是若慈转学的日子 要先找个理由把这货置拍 不料却被八百个心眼的小椰子看出端倪 他弹顺着一会儿就翘刻去折腾那株咬人兰花 哼 别想置开我 就在两人暗戳戳互相博弈之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你你好 我们又见面了 可就在花赵和小椰子满是疑惑的回过头时 却见若慈双目炯炯 好似烈焰燃烧 他一把按住小椰子的肩膀 略显紧张地说道 你好呀 我我前世的恋人 这下可把小椰子吓坏了 而花赵也是满脸懵批 一旁的奎灵更是觉得快自闭乱 真的有些好吗 然而小椰子却快速镇静下来 你是怎么知道的 啊这个嘛 若慈想起奎灵曾嘱咐过他 花赵和小椰子目前还不知道 奎灵常在外面显行 所以万万不能说是奎灵说的 要说是梦里看到的 只见若慈摸摸鼻子 缓缓说道 自从上次见过你之后 我就模模糊糊地梦到了 看着若慈这一场举动 花赵正想说些什么 若慈却突然满脸警惕地挡在小椰子面前 对了 我还梦到一个坏蛋总是想拆散我 就是他吧 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 现任和前任近在我的面前把我掠了 若慈这个老六不仅错把小椰子 当成了前世恋人 还将花赵认成了那个拆散他们的坏蛋 然而花赵看着若慈那个摸鼻子的动作 不禁在心里打鼓 真的是梦反了吗 可被若慈护在身后的小椰子 却邪命着打他 这个傻子难怪上辈子被我玩死 如果我跟这个若慈成了朋友 学长就不会再和他在一起 从根源起消除情敌 实在是太完美了 小椰子喜笑颜开地对若慈说 看来我们做了一样的梦 真是太好了 若慈一听便拉着小椰子就要离开 打算边走边聊 对了 初恋你叫啥来着 小椰子回头给了花赵一个嘚死的眼神 奴嘴偷笑地告诉若慈自己的名字叫耶不安 可是未等两人走出几步 只见身后一个暴走身影 言辞凌厉滋滋滋清晰地说 耶不安 你确定要跟他走 看着学长的这个表情 小椰子竟觉得此刻的花赵有些可爱 他略带迟疑地表示 我也不确定 可不管怎么说 都是前世的情人 不好歌声 花赵怒斥小椰子 就是因为发生了变故 才会产生平行事情 随即将眼神定得到若慈 伤胆地说道 就比如 前世的恋人这辈子 可能依旧不能在一起 谁料若慈却突然暴跳 如雷反驳他 不说 如果真的相爱 那就该排除一切障碍在一起 不然算什么真爱 见目的达到 花赵缓缓低下来 脸上渐渐浮起一抹尖笑 你说得对 而就在若慈猛逼着小子 怎么突然间变化这么快时 小椰子已然接受到反杀信号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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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慌忙地将两人隔离开来 学长你看得这么透彻 我就放心了 对不起 若慈 我的心里已经有学长了 不能跟你走 可我觉得这个人会伤害你 不愧 他和以前不一样 这次他一定会保护好我的对吧 花赵缓缓松开那撅起的小嘴说道 我也希望是这样 见识如此 若慈扶住小椰子的肩膀 迷汗地说道 哎 看来这一事 是我来晚了 那如果有什么事 一定要跟我说 嗯 那以后我就叫你蓝哥吧 好啊 耶弟 而下一秒 若慈却呲牙着几个花赵 如果你敢欺负耶固安 我是不会放过你 此刻的花赵 真的是眼珠子都要翻出来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看着学长老泪横流 小椰子渐渐安 没事没事 以后我把蓝哥介绍给你认识 你给我滚 这剧中的人物 每个人都有八百多个心眼 若慈真的是老六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 我好像错过我前世的恋人了 是吗 那可真的太遗憾了 谁料若慈却提议 要不等小椰子分手了 我再去试试 这可把奎琳下的脑袋瓜子都要晃掉 不用不用 就这样挺好 这种孽缘就随他去吧 好吧 但是总觉得松了一口气呢 若慈缓缓将头搭在奎琳肩上 暗自庆幸 那两人说话就像打哑咪一样让人头晕 还是这样比较轻松 而奎琳却认为 这个老六就这样都能认错了 以后还是守在这个笨蛋身边吧 总觉得单独放着很让人担心 然而若慈的眼神却告诉我们 这一切不过是他故意为止 小花灵 你才是那个最天真的人 画面一转 花灵回想起若慈每一次摸骨子 都是在撒 但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突然 他想到可以从若慈的小说里 寻找些许现实 然而打开小说的那一刻 花灵吓得差点一口老血冲出来 魔皇子是什么东西 花灵将小说地点小椰子的位 你看到里面这个叫魔皇子的角色了吗 嗯 清国清城战力爆表美强彩 肯定是作者最喜欢的角色 可在以前 若慈的小说里根本没有这个角色 而且若慈认识我以后 悄悄把我写进书里当主角了 花灵回想起当初看到小说时的画面 这个万花之神怎么这么像我呀 巧 巧合吧 可这恋爱的酸臭味道 却熏得隔壁桌都快堵 想到这个魔皇子 竟占了本来属于自己桥段的花灵 真的是越想越起 所以你是怀疑 第一 若慈突然剪掉的头发 第二 莫名其妙的魔皇子 第三 他说梦的时候摸鼻子 那是在撒谎 通过分析 花灵断定在若慈身边 肯定藏了一个人在搞事情 而他能想到的只有一个人 你是说那个坏东西穿越过来了 如果是那个人 不会用这么绕的手 也有可能是他派了手下 但不管是谁都要保证 若慈的疼爱 而小椰子却一脸正义的表示 好 绝不能让我的好友受伤 为了一探究竟 两人来到若慈家 花灵取下花盆下的钥匙 妨缓打开房门 可小椰子却不解 为什么把钥匙放在门口花盆下 花灵解释说 若慈经常忘带钥匙 把自己怂倒 况且他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然而打开门的一瞬间 两人竟有种回家了的感觉 被儿子偷家了是什么体验 回邻这个好大儿 竟把花灵的家具 全部搬去送给了若慈 而就在花灵带着小椰子 前往若慈家时 一开门竟有种回家的错觉 学长 这些长得好像咱们家的家具啊 谁料花灵却将怀疑 目光定格在椰子身上 看来有内鬼 然而求生欲极强的小椰子 哪能接这口天外飞飞 只见他眼含热泪 还不忘开把油的解释 天大的冤枉啊 我每天除了上课 都在你眼皮子底下 手机也被你没收了 你不能因为我有情科 就老是冤枉我呢 行了行了 知道 八照见餐桌上 有两户碗筷 且饭菜还是热的 断定若慈和那个神秘人 应该就在家 便吩咐小椰子分头找 而就在他们进屋前的十分钟 奎林正借着创作灵感 密谋虎口卧食 此次我想到一个超级甜甜的 比如仙尊会主动 把刚入位的红烧鸡皮 未给身受重伤的魔皇 看穿奎林小心思的 若慈一把将鸡皮夹 想都别想 这块鸡皮是我的 见这招不行 奎林秒便蒙发卡阿姨 楚楚可怜的诺诺叫着呲词 耶 撒娇对我已经没用了 见鸡皮马上就要被若慈投入口中 奎林心道 那就没办法 只见他熬屋一口 直接扯住若慈的胳膊 将鸡皮扒击点 而就在若慈火冒三丈正欲发火时 奎林却突然感受到了危险的能力 于是便带着若慈迅速藏到衣柜 而听着发照和小椰子的对白 若慈也明白了家具是怎么来的 随即一抹腹黑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 原来如此 这就说得通了 可下一秒却被奎林扑倒 他 他们要过来了 再进去一点 被发现我就死定了 可柜子那狭小逼坐空间 哪容得下两人如此折腾 进不去吧 你别急 动作小点虚 然而或是吊桥笑意 亦或是内心的鼓励 四目相对间 这气氛竟逐渐变得奇怪 而柜子外面 刚刚搜完床底的小椰子 回头发现了瑟瑟发口的衣服 可打开衣柜 花招问他那边有啥发现事 小椰子却一脸懵懵的说 没有 会不会是出血 花招顿感奇怪 难不成从窗户跳出去 然而趁花招不注意之急 只见小椰子这个豆皮手比爱心 连头发丝都是祝福的形状 祝福你们男哥 而见到这个如此讲义气的老弟 若慈也是竖起大拇指 谢谢你啊 好兄弟 这便是美好初恋 和糟心现任的区别吧 连罚柜都是不同待遇 就在刚刚 见到若慈搂着一个小仙女子的衣柜 小椰子不禁喜笑颜开地 为她打起了眼红 而随着音乐的响起 两人也手舞步蹈起来 听我说谢谢你 因为有你 温暖了四季 可这两个憨憨半嗓才反过来 这熟悉的伴奏 竟是若慈的手机铃声 只见花招正一副 看二傻子的表情挟实了两位 两位接着跳啊 而此时小椰子却发现 若慈身边的小仙女 竟不知何时不见 可下一秒 面对花招的淫威 被罚贵的两人表情出乎的遗志 小椰子却惶恐不安地说道 学长 说出来您可能不信 我看到鬼了 闭嘴 你这个吃里巴外的判断 只见花招怒气满满地斥责小椰子 并惩罚他晚上去给那 辣死人不偿命的魔鬼胶经济换 然而对待若慈却是一脸和善 若慈跟你一起吃饭 告诉你前世因果的那个人是谁 可若慈却不愿意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并告诉花招那个人不是坏人 他也是为了花招的幸福 才会告知自己这些 然而大冤种花招这次脑瓜转的体化 我的幸福 这么说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才是你的前世恋人 而被拆穿谎言的若慈竟还卖到吗 哎呀 说落嘴了 花招顿觉自尽被踩在地上很不摩擦 他咧着大嘴 恨不得把若慈给撕了 你故意的 为什么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就明说 小椰子也在一旁抱怨 你要装就别录下 大蠢货 然而感觉到不对劲的若慈却反应过来 等等 不对啊 这是我家 是你们俩非法入侵 凭什么叫我跪在这里解释 就这样 享受VAP之贵的人变成花招 而自始至终 跪地版的依旧还是小椰子 说 你们来我家干啥来了 逻辑鬼才小椰子却反不倒 说是你家也不严谨 这里三分之二的东西来自我家 而花招却告诉若慈 我担心你身边的那个人 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建议 你有危险 谁料若慈禁也反不倒 你还好意思担心我 据我所知 你一直随身携带的这位 也不是善茶吧 这操作让小椰子是一脸勇章 我刚刚才帮过你啊 不料花招却赞同着若慈的话 我真的很无语子 只见小椰子撒得站起 哎呀呀呀 我生气了 提个什么话都是你说 我却要跪两次 然而反抗的结果却是连贵三次 咱就说小椰子这下你满意了吧 暴打现任 还跟前任一起喝茶 只有小椰子受伤的画面出现了 三连贵的小椰子 正委屈巴巴地在心里愤愤不平 学长偏心眼 蓝若慈忘恩负义 都是坏家我 我要黑化了 黑化了 然而若慈却告诉花招 那个人跟我说你是我前世恋人 希望我们再去前任 起初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但是仔细一想 又感觉像是被束缚住 比起重复前世 我更想跟随心意去尝试不同人生 所以那天才会不意认错 不料这话尽量吓了两个人的眼 首先是躲在柜子后面的奎林 此刻懂得了若慈的心意 其次便是那个急于消除情敌的小椰子 高高举起右手 若慈 我赞成你的想法 大胆去追求自由吧 可看到花招那样吃人的表情 小椰子秒变耸包 改口道 可可 当然我这个人比较保守 谁料花招却并不反对若慈的想法 虽然这一世花招已对若慈没有了爱情 但是作为他的白月光 他提醒着若慈 你不知道某个人未来有多卑鄙无耻 所以我这次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危 查清那个人的身份 而若慈却让花招放心 我相信他不是坏人 就是个单纯又有点小心机的家伙 随即若慈这个老六信心满满地问你 既然你这么了解我 也应该相信我的选择吧 然而花招和小椰子却一口同声地说着不相信 画面一转 小椰子正履行着惩罚 给魔鬼教经济饭盆 一不小心便被拉得嗷嗷之叫 他不知道学长为啥要养这么危险的植物 然而花招此刻的心思 却全在思考那个什么人上 若慈说那个人就在我身边 爸爸还没回家 现在身边除了这颗笨掖的 就只有 花招缓缓将目光移至奎林身上 而此时的奎林内心也在挣扎煎熬 他想跟花招坦白那些事 都是他告诉若慈的 可又害怕花招知道后会嫌弃 他是跟脚屎过 以后便不喜欢他了 这个妈宝花在脑海中纠结着 一旦被发现自己长这么大 没有轻轻抱抱举高高的提案 可懂事的他又觉得瞒着不行 自己是躲大花了 只要贵姿端正妈妈肯定就会心理 然后花招会这样 胡说 妈妈怎么舍得生好大的气 若慈会这样 小妖精真可爱 以后你就是我最爱的宝贝了 而自己则会搂住妈妈和此此两个最爱 走上人生巅峰 幸福万年长 然而就在小花拎黑黑黑 傻笑着脑骨之时 却不知花招正一脸和善地盯着自己 这个疯批话的这副蛇长花 也太变态了吧 在大椰子作画期间 一金发女郎故意推门而入 却假意说道 抱歉 我不知道这是您的房间 而此刻的大椰子 已然看出了她来的目的 但也迎合着说道 没事进来吧 没想到您还会画画 大椰子却告诉她 自己当初是想考美院来着 结果没考上 只能含泪积成家业 谁到这女的镜 将下巴贴在椰布安的肩膀 缓缓说道 那幸亏是没考上 否则你也拿不到今天的成就 咱就说这位姐姐 你是没看到大椰子那嫌弃的眼神吗 可突然看到眼前的变态画作 金发女精的下巴都要掉 而大椰子却一脸傲娇地问道 我的花不错吧 对了 是我那有名巫师的妻子 派你来杀我的吗 被戳破墓地的金发女 便瞬间抽出隐秘在大腿上的笔手 向椰布安刺去 谁料大椰子却一脸鄙夷地说道 太难了 只见她仅用画产一回 便解决掉了这位姐姐 与此同时 在另一个世界 小花灵正在展示什么叫汗如雨下 就在奎灵脑补 幸福美满一家人的和谐画面时 只见花灵一脸和善地盯着她 一把将她抱起 奎灵顿感不尿 要救我 奎灵前几天跑哪玩去了 心虚的奎灵支支吾吾的不知从何说起 看着花灵凝视自己的眼神 奎灵此时就不能用冒汗行动了 简直是喷汗了 谁料突然间花灵 静秒切换成了笑容 微柔地抚摸着奎灵那不剩下几根的毛发说道 唉 我真是疯了 怎么连你都开始怀疑了 小奎灵又不能变成人 家里的家具也不可能搬得多 而奎灵也是一副受尽委屈的样子 妈咪怀疑我委屈 要轻轻抱抱 好了好了 不委屈了 一会儿给你多好吃的 你是全世界最乖的花宝宝 劫后余生的奎灵那绷紧的神经 也放松了下来 在心里暗自清醒 下次朵花了 下辈子再认错吧 谁能想到封批财阀竟还是个艺术家 叶孤安独自欣赏着自己创作的花照写真话 不禁伤感地说道 哎 我好可怜 这世界上除了你就没人会真心爱我 花儿 玩你那个替代品 就快点回家吧 我好想你 随后大椰子用红酒杯接了 上一集那个不自量力的金发小姐姐的血液 防缓倒入眼前那盆被自己 耗得快脱了的阴心发盔中 而此时正躺在妈妈怀里睡觉的小花脸 却突然间发光发热 另一边刚刚处理完魔鬼焦荆棘的小椰子 正气冲冲地赶回家 学长好狠的心 整天就知道罚我 再这么欺负我 我就真的黑化了 哄多哄不好的那种 他悄悄地推开花罩的卧室门 想要在睡觉之前先悄悄地吸拨学长 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瞬间使化 只见一个少年正趴在学长身上呼呼大顺 嘴里还嘟嘟囔囔着妈妈 呲呲 嘿嘿嘿嘿 而感受到重量的花罩却以为是小椰子躺在自己身边 好众 耶固安你是猪吗 谁料却被小椰子的一声怒吼震醒 见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花美男 花罩甚是懵逼 而下一秒却见奎灵缓缓贴到花罩的肩膀 撒娇地打着招呼嗨妈妈 看把小椰子吓得毛都立起来了 然而奎灵所谓的下背的道歉却提前到来了 只见他双手艰难撑地双脚被吊起来 我罩 我全都罩 妈妈我错了 我去若慈那也是为了你们能早点在一起 我只是想一辈子当你的乖宝宝 我真的不是想背着你干坏事 这一切都是命运的捉弄 呜呜呜呜呜 可花罩却生气地赤隔道 别叫妈 我可养不出你这么孝顺的海人 况且我还是男的 可是你跟 闭嘴 这是小椰子指着眼前倒立的花仙问道 所以他是学长养大的妖怪吗 是我养育的鹰兴花花葵的灵体 但我也不知道他能变成人 还敢背着我去找若慈 而小椰子却突然划起火柴 一脸坚定地说道 我昨天在衣柜里看到的鬼就是他 肯定有阴谋 还是烧了吧 咱就说小椰子幸灾乐祸 不愧是你 这一家三口真是各有各的小娃 就在小椰子划起火柴准备烧掉奎灵时 毕竟是自己的娃 花罩还是有些心痛的 他告诉小椰子 烧就不必了 先打一顿吧 花罩想着是该女补一下缺失的家庭教育 可得令的小椰子却认为这个长相妖孽的麻烦 看上去比赖若慈更有威胁性 不如先失手打死 之后再跟学长认识 而看穿小椰子想法的奎灵不禁冷汗之流 这个非心甘的耶固安 竟想杀了我 然而就在小椰子准备动手之时 我们的小花仙灵机一动 开口叫了声爸爸 小椰子那挥舞中的球棒戛然而止 你叫我爸爸 这话 不然我妈还能跟谁一起养小孩 愣着片刻 只见小椰子秒遍一副花吃脸说道 还是他妈 现在不提倡家庭造力 要不咱们还是算了吧 然而三分钟后 只见奎灵和小椰子不换位置 悲催的小椰子还被加了惩罚 花罩训斥奎灵 你可以继续叫妈 但是不准再乱认鞭了 奎灵缓缓扶正手中的仙人球 爽快地硬了下来 小椰子不禁在心中怒骂 这个 壁子 画面一转 接到花罩电话的若慈再次向他确认 是要罚奎灵关三天禁闭吗 若慈叹了口气 心到最近都不能跟小妖精一起玩吧 便警告花罩 你也别太欺负小妖精了 他也没干什么坏事 谁料花罩却说阴心花很会迷惑人心 千万不要被他可爱的表象给骗了 你放心呀 我又不是严控 不会被迷惑的 可花罩却沉默扮傻 一口闷了杯中的花茶 你最严控啊 若慈顿势无语 哪有这么变现他自己 然而此时一个女仆装扮的紫娃娃称子 而就在花罩一脸糟心地换着若慈时 女仆也回眸注意到了若慈 花罩严肃地质问若慈是不是喜欢陪灵 这下倒是给两人吓坏了 只听二人预盖你一张的否认道 没有没有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喜欢一只妖精 哎呀妈呀 你说啥呢 这不闹的吗 人跟花是不可能吗 我不是我没有 哎呀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而就在若慈满脸 红红地在电话那边极力否认时 却见一双拿着沾满麻醉剂的毛巾的手 缓缓伸向若慈 听到不对劲的花罩焦急地喊着若慈的名字 而另一边只见一辆汽车轰鸣而去 留下那个忍碎的手机 每一个风批后面都有一个更疯的风批 作为耶国安的狂热信徒 沈和花依然决然地献祭了自己的生命 混穿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找花罩 而谁能想到这个女装大佬的前世 竟是那个满嘴原则的学生会会长沈和平 这天沈和花装扮成小时候的样子 回到了家 一进门便因为没有考到第一名 而被母亲破口大骂 然而震荡他的母亲 准备脱掉他的裤子抽打他时 沈和平冲上去一把抱住了母亲 并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匕首落下 是的这个疯子再次杀了他的母亲 而他做这一切的源头是因为 从小到大他的母亲对他非打击骂 可转脸却像个奴隶一样 跪在他继父的脚下 然而他的继父却每晚都在他的杯子里下安眠药 随后便猥琐地为沈和平补习功课 为了报复 沈和平竟将他的继父和母亲绑到了一起 任其自生自灭 画面一转 被沈和花卢走的若慈迷迷蹬蹬睁睁开眼 我这是被绑架了 算是吧 上头不准我伤到姓花的 只能用你去等家交换了 谁料若慈却满脸兴奋地表示自己 还是第一次见到真的爆炸 随后便发起了快问快答 你也是穿越过来的人吗 你想跟花照交换什么 钱还是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 你上头是那个坏的夜不安 你们是那种天生恶人 还是有什么不可描述的悲惨的文明 导致你们走上这条不归路 你考虑过洗白吗 你叫什么名字 蛮死了 沈和花怕事也第一次见到如此画牢的肉口 但看来若慈这么想给自己的文章找素材 便打算提供一些 关于另一个世界的她的事 我在另一个世界 不是错过爱人 然后孤独地过完幸福的一生吗 听到若慈如此说 沈和花不禁跑步大笑 你怎么这么可爱 连这种鬼话都行 难得遇到还这么干净呢 让我来带你好好体会 你那幸福的一生吧 这些话给若慈倒是说懵逼了 可就在沈和花 准备将她那大嘴唇子凑上去时 只听花照一声怒吼 沈和花果然是你 从楼下就能闻到一口骚问 而就在沈和花回头期间 窗外不然闪现一个人 狩猎的时候到了 沈和花不知是谁有这么大能耐 竟能从23楼的窗外跳进来 可见倒是个花美男 沈和花便撒娇到 有你这么对待淑女的吗 然而当沈和花看到小椰 双眼却迸发出了闪闪光芒 这不是通往幼儿园的车 我要下车 沈和花抬眼看到小椰子时 满面红光地凑上前去 我可爱的幼神 你也是来欺负人家的吗 我好高兴 这样稚嫩又凶恶的小来虎模样 实在太迷人了 然而下一秒 只见花罩丢出一把医生 也不安 别碰到这个脏东西 满脸求生育的小椰子连忙退开 而沈和花却骂道 死花不安 既然你不喜欢 又何必阻碍我们相爱 在花罩的驱逐下 沈和花转头看向小椰子 说了句 明天见 我亲爱的小上帝后便通忙逃离 奎灵见到被绑在椅子上的若慈 一个箭步扑了过去 此此你没事吧 他没欺负你吗 没有没有 他刚说到关键地方就被打烂了 然而不相信的奎灵却扑进若慈的怀中 要进一步帮他检查身体 扎心了老铁 花罩这心真的是碎了一地 而小椰子却撅着嘴在一边 讥讽若慈只看得到小花仙 都看不到他和花罩了 只见若慈一脸感恩地说道 我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在我身上安装了36个GPS定位心理 随即看向花罩说道 那个沈和花说要拿我跟你换什么东西 换东西 花罩瞄了眼小椰子 心道难道是想换走夜故安 而小椰子却一脸不解地问到 刚刚的那个人是谁 沈和花是对面世界一个娱乐集团的老板 专门帮那个恶棍处理正商界的人际关系 同时也是他的狂热信徒 说到这 花罩一脸嫌弃地说道 其实他就是个 跟另一个你变态的不相上下的死人妙 花罩回忆起在上一世 他的学生为了救他而惨遭大椰子捕手 为了保护自己的学生们 花罩只能选择去 他缓缓向夜故安伸开双臂 虽有不甘但还是陪笑道 带我回家吧 只见大椰子俯身将花罩从轮椅上抱起 并威胁着 乖 只要你听话 剩下的那些小导弹鬼都会好好的 可下一秒 他却将花罩的裤子退去 给予他逃跑成 忍住哦 马上就要到家了 你也不想前功进戏队吧 看着被折磨得这么运的花罩 大椰子心道 现在的花真是美味的不像花 正好到了一批新玩具可以给花 可正当两人走到卧室门口 却从屋里传出嗡嗡唡唡的声音 连变态都觉得变态的人是啥样的 就在大椰子抱着花 准备进入卧室给他试用新玩具时 只听屋内传来哼哼唧唧的声音 大椰子有点懵逼心道谁在我屋里 然而推开门后 映入眼帘的竟是沈和花在偷玩花罩的玩具 这眼前的一幕可让花罩和大椰子双双无论 表情也难得的苦 回忆结束 画面来到花罩家 为了安全起见 花罩建议再解决掉沈和花之急 让若慈暂时救助她家 而可怜的奎琳却因为未成年禁止恋爱 被花罩抓去自己房间打地步 可心虚的若慈却还在修红老脸反驳自己没有恋爱 花罩扶了扶自己的大脑门一脸乌 我没说你 我说的是这个一岁半的小小爸朋友 听到一岁半 若慈这个老六差点没崩溃突起 晚饭时间 若慈见是火锅开心不已 而小椰子却一副主人面孔 话里有话地说道 若慈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做客 肯定要用最好的食材招待 你们这边是我手工炒的麻辣锅 学长口味淡 我们这边就是石花椰子锅 小椰子在心里暗暗自海 刚你们吃你们的红汤 我们喝我们的清汤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谁料若慈老六近还高兴地感谢小椰子的盛情团败 而小椰子也顺着他的话再次宣誓主角 不用谢 这是我身为主人最基本的代客之道吗 可是小椰子 你有注意到花罩的表情吗 然而就在这八百个新眼的椰子 想向花罩求取技能感恩之时 却见若慈被辣的口喷火 好吧 水水水 可花罩却一副老情人模样地说道 他就是那种嘴上说吃辣 其实吃不了饥口 说着无心 可听到这话的小椰子 却是肉眼可见的失落 燃下一秒只见花罩夹起红汤里的肉 准备放到清汤里涮 小椰子见状眉头紧皱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但还是眼睁睁见花罩涮入了清汤 回邻见状撒娇着 妈妈我也要我也要 若慈也脸个大嘴感谢赵赵 只有小椰子辣辣的大脸 碰得撂下筷子 这锅汤脏了 我不吃了 花罩不理解明明口味挺重的小椰子 这是闹哪种 可小椰子却说 这不是口味重不重辣不辣的问题 是原则 那么接下来花罩会如何呢 我们下集见 被逼黑化是什么体验 小椰子因火锅红汤清汤而跟花罩理论 花罩直接就急眼了 耶固安 你闹什么呢 就算两下还给你吃出原则了 然而小椰子却炸着头发拍而起 没有原则那我一开始还分什么 直接煮一锅砸碎给你们吃不就行了 若慈老六显然被小椰子吓到 但他隐隐乎乎觉得小椰子是因为自己生气 便磕磕巴巴地道起签来 谁料花罩却说 这不关你的事 这下小椰子更不麻烦 是啊 不关他的事 你就知道顾着兰若慈 那我算什么 花罩 你每次都这样 一有事都是我做 我到底对你做什么了 你要这样对我 随后变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若慈老六急忙站起 想要出去追小椰子 灵光急带暴走的花眼 可以看出此刻花的心情的确很差 回灵非常识趣的一把家住若慈 走走走 管什么闲事 倒不交了吗 回屋斜倒去 然而此刻的窗外却没声大口 风雨交加 伤心委屈的小椰子 颠在雨中奔跑 颠在心里怒吼 我都说了八百遍 我不会变坏 不会变坏 可你不信 他回想着此前的一幕 发现每次背锅都有他 什么坏事都怀疑他 好事都是他们的 而自己就像个 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修沟一般 泪水不争气地流下 凭什么呀 我都这么听话了 每次都偏坦然若慈 杀他那个又不是我 而此刻的花照 也呆呆地摊在沙发上 仰望着天花板 奎林却躺在若慈身上 编排着新的小说剧情 小魔头嘴里说着红汤清汤 其实真正在乎的是 他对自己的态度 已被大雨林承诺 汤鸡的小椰子 还是没敢走态度 他望着花照的房门 就在这里吧 免得学长一会儿找不到我 他会来找我吧 可花照的内心却是 反正过一会儿 他自己就会回来 雨越下越大 奎林和若慈已然进入梦乡 而小椰子也自行来到 花照的门口 只要他一开门 我就回去 就算冒我一顿也行 而花照也走到了门前 内心慌乱道 怎么还不回来 就这样 两人之间紧紧一门之隔 却一个认为不会走 一个认为不安 学长啊 我想回去 然而这时 只见一把黑伞 为小椰子挡住了风雨 回头一看 竟是沈和花 他永远不会真正理解 你我们才是同类 这句话显然触动了 椰子的内心 他的眼神逐渐灰暗 一个摁字也从口风吐出 小椰子跑路后 第二日清晨 花照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家 若慈端着早饭 一脸关心的问道 花照 你就这么出去找了 叶不安一晚上 失落的花照点点头 你怎么白成这样 生病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没事 就是有点累而已 帮我请个假 我晚点去学校 若慈见花照这样说 便放下心 嘱咐他不舒服 就让奎灵联系他 早饭已经准备好 要记得吃 然而花照却强装 镇定地推着若慈 好 快走吧 别担心了 要迟到了 可谁料若慈刚关上门离开后 一阵剧烈的咳嗽清晰而来 花照抖动着身体捂住口鼻 不想因咳嗽吵醒 正在睡觉的奎灵 然而伸手一看 手上竟有斑斑血迹 他深吸了一口气 违丧的瘫坐在地上 花园在找找时 却看到椰大正一脸鄙夷的说道 哟 我的好大哥 这才几天 又勾搭上学生会的妞儿了 然而下一秒 却让花照顿时懵逼 只见小椰子和沈和花并肩走来 椰大椰二打句道 新嫂子怪可爱你 要不要借弟弟们体验两天 而小椰子却一脸傲娇的说 我今天没心情跟你们吹吧 优呵 姓花的不在你还敢嘚瑟呢 我们可不盼 沈和花见到椰大椰二 心到这哥俩在这里还活着呢 随即怒斥两人 椰大椰二 我之前好像让你们把头发染回黑色 怎么又染回来了 呵呵呵 谁要一直保持那么蠢的发 两兄弟正反驳着 却突然反应过来眼前的人 竟是那个学生会长沈和平 随即炸毛师吼道 你居然是个人妖 太冷静了 也有年 然而沈和花可不会灌着两人 只见他一手掐住一个脑袋瓜 冬的一声来了都完美撞击 真好笑啊 不管老娘是沈和花还是沈和平 都是能管理你们这两个小乐色的学生会 说话最好干净点 不然我让你们进校门就厚 而在椰大椰二向沈姐姐求老火锅之间 沈和花余光注意到了 正在对峙的花罩和小烟 花罩知道昨晚是沈和花带走的烟 而此时的烟子却紧闭着嘴巴不敢说话 不料沈和花却一个剑步 挡在了小烟子身前 对着花罩便开始发难